第4681章三拳轰杀 岛飞出了醋万丈距离之后 云洛源圣体一阵 将身上楚轩弓入的力量泄入虚空 那强大的力量 把虚空震得如落地镜面般 四分五裂 可恶 云洛源稳住身形后 他的脸色很是难看 阴沉得仿佛要滴出水来 他虽然并无大碍 但自尊心却受到了极大的伤害 引以为傲的本领 竟然被一个无名之辈碾压了 当然 在云洛源心中恼火的时候 那分对楚轩的轻视 也在这一刻荡然无存 因为他的右脚 此刻还很疼痛 并且在不停地轻轻战斗着 一拳能够将自己打成这样的对手 除非他云洛源是白痴 否则的话 断然不敢再有半点轻视之心 云洛源是白痴吗 能修炼到八品大圣镜出奇 且身为此元界内排名第四的子级圣光时 很明显 他不可能是白痴的 就在这时候 楚轩淡漠的声音传来 真搞不懂 就你这点圣体力量 有什么好值得骄傲的 混蛋 文言 云洛源背弃的脸色有些铁青 但 不等他发怒 楚轩便又道 刚才你出手了一下 现在 该轮到我了 我来让你见识一下 什么才叫 真正的圣体力量 话音落下 楚轩一步踏出 脚掌落地的瞬间 他的身形直接模糊了 虚余后 消散在虚空中 那是速度太快 留下的残影 好快 云洛源 瞳孔一缩 他竟然捕捉不到楚轩的身形 不过 云洛源毕竟是八品大圣镜出奇 而且战斗经验颇为丰厚 第一时间就做出了应对选择 将圣体的力量催动到极限 有一股墨金光芒 顺着双手衍生出去 继而一握 化作了一柄墨金长毛 呜呜呜呜呜呜呜 云洛源将墨金长毛舞动起来 亿万墨金毛影绽放 层层叠叠 将他密不透风的笼罩起来 就在这时 云洛源突然感觉到正面 传来一股极其强烈的危险感觉 他定睛一看 一道紫色身影凭空出现 还对着他唯唯一笑 那不是楚轩还有谁 现身之后 楚轩还是直接 朴实无法的一拳打出 简简单单的一拳 却是大道之简 一拳破万法 一拳横窥万古 蓬蓬蓬 亿万毛影瞬间 炸裂个甘钱静静 咚 最后 楚轩的一拳 重重地砸在云洛源的胸膛之上 咔嚓咔嚓 扑痴 一连串清脆的破碎声响起 只见楚轩落拳之处的 那一层墨金之上 飞快地浮现出无数细腻裂痕 且迅速地朝着云洛源 全身蔓延而去 云洛源张口吐血 两眼瞪得跟铜铃一样大 充满着惊骇与震步 自己体表的这一层墨金 防御力堪比中品元气 就算是魔剑渊之流 也没有那么容易打破 楚轩 却只用了一拳 这让他心头战斗起来 原金守护 下一刻 云洛源也不顾自己的伤势 拼命地大吼一声 哗啦啦 他体表的那一层墨金 陡然光滑大作 云洛源所修行的 原金不灭 有三种状态 第一种状态为平衡状态 可同时增幅防御和攻击 但是 因为同时增幅 所以效果不是太强 而另外两种状态 分别是放弃防御 单纯地增幅攻击 或者放弃攻击 单纯地增幅防御 如此一来 这两种状态算是走极端了 不过 也正是因为走极端 所以效果将变得极为可观 嗯 楚轩眉头一挑 他感觉到了 云洛源的防御突然暴涨 似乎是产生了质变 云洛源松了一口气 接着冷笑道 楚轩 虽然我打不过你 但是 我用了援金守护之后 就算是九品大圣镜 都难以奈何我了 现在 我已经立于不败之地 是吗 楚轩目光闪烁一番 笑道 云洛源 你知道吗 其实我早就知道 雷辰他们五人是去找你了 但我为什么没有阻止 因为 我想让他们带你来 这次参加援界盛会 我也想加入九星势力 以我的实力 若是在有一个子及圣光时的身份 应该不仅能顺利加入九星势力 而且还能获得重点栽培 想要成为一名子及圣光时 最快的捷径 就是强势击败 另外一名子及圣光时 而且打败了你 我不仅成为子及圣光时的事情 就是板上钉钉了 而且 还能夺走你身上所有的东西 你一个八品大圣镜出奇 身上应该有不少好东西的 这样一件双标的好事情 你说 我怎么会拒绝呢 你 你这个混蛋 文言 云洛源差点被气炸了 他觉得自己好像是成了 楚轩的送财童子似的 送明又送力 感应到云洛源的心神失守 楚轩顿时笑了 他刚才说那番话 要的就是这个效果 心神一旦失守 云洛源这强大的防御 必然会有一瞬间的降低 云洛源也不傻 很快就反应过来 自己上了楚轩的当 急忙就要调整心神 可是 吃了 给我破 楚轩再度举拳轰出 这一次 他把鸿蒙到体能调动的力量 都汇聚在右拳之中 拳头还未轰出 丝丝弥漫而出的恐怖威能 就让这方天地都惊颤 这一拳 足以威胁九品大胜进抢者 若云洛源时时刻刻将 袁金守护的状态保持在巅峰 或许能够挡得住这可不得一拳 但可惜 他中了楚轩的计谋 心神出现了一瞬间的失守 降低了袁金守护的效果 这是一个致命的失误 咚 咔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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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彭 当楚轩的虫拳再度轰下的时候 心脆的炸裂声如引燃的鞭炮般 绵绵不绝地响彻起来 很快 云洛源就如同被一张蜘蛛网包裹了起来 待到最后一道裂痕出现的时候 云洛源体表的那一层墨金 便是轰然炸碎开来 无数墨金碎片漫天纷飞 现露出了云洛源真正的身形 此刻 云洛源的模样很是凄惨 甚至是恐怖 蹊跷流血 全身上下都是裂痕 鲜血不停地从其中流淌出来 最为重要的是 堂堂八品大圣镜出奇的云洛源 此刻散发出的生命气息十分微弱 显然 楚轩刚才那一拳 不仅是破坏了云洛源的防御 其拳头中的恐怖威能 还冲进云洛源的圣体内 将他所有的生命力都磨灭 云洛源经不后悔 不甘地看着楚轩 张了张嘴 却什么都没说出来 因为有大量混杂着各种碎片的鲜血 从他嘴巴中汹涌而出 接着 云洛源的身形瘫软倒地 化作了一具尸体 这么一位名望巨大 八品大圣镜出奇修为的子吉圣光使 就那么被楚轩轰杀了 而且 楚轩从头到尾 只是出了三次拳 普普通通的三次拳而已 第4682张元经不灭 全场死吉 没人想到云洛源会那么弱 不 不是云洛源弱 而是楚轩太凶悍 太强大了 打死在场的任何一个人 他们都不会想到 甚至是不敢去想 堂堂云洛源会被楚轩三拳轰杀 其实 此刻不仅是这里处于一片震撼 原界盛会之外的那座会场 此刻 也有些寂静 只见无数观众 正目瞪口呆的 看着虚空中的一块光幕 而那块光幕中所放映影像 正是楚轩所在的地方 早在云洛源来袭的时候 就有不少观众发现了 但是 那时候 并没有太多的观众去关注此事 因为在他们看来 堂堂云洛源 去对付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无名之辈 就如同去对付楼一般 那样无趣的事情 自然没谁愿意关注 可是没曾想到 结局竟然有如此大的翻转 云洛源竟然被众人眼中的无名小辈 强势三拳轰杀 激进氛围只是保持了一两秒而已 旋即 场面便是沸腾起来 这个小子是谁 我认识他 他是严锤小队的副队长 名叫楚轩 这个楚轩也太牛了吧 那可是云洛源啊 他竟然都能三拳轰杀 最可怕的是 楚轩从头到尾 别说胜绝了 甚至连一点原力都没有动用 如此 竟然都轻松地诛杀了云洛源 那么他真正的实力 将会是何等可步 是不是直追魔剑冤等人 场面被引燃了 到处都是针对楚轩热火朝天的议论 甚至 连赵城主和罗长老等人 也被吸引 没想到这次的原界盛会中 竟然出现了这样一匹惊艳的黑马 赵城主笑呵呵地道 看来 五星级城要再添一位天才级人物了 而且还是非常出色的那种 赵城主 虽然这里是你的主场 你若主动开口招揽的话 将此子拉入麾下的可能性的确很高 但却也是未必啊 来自生死宗的那位里长老笑道 谁都看得出来 这个叫楚轩的小子走的乃是炼体一道 而不客气地说一句 百红玉的九星势力中 论炼体一道 我生死宗为首 只要是走炼体一道的圣源生灵 就没有不想加入我生死宗的 来自正火教的罗长老道 呵呵 虽然我正火教的炼体一道比不上生死宗 但是却也不会太差 若是再答应给予一些资源倾泻 此此 我正火教导也不是没有一争之力 接着 其余几个九星势力的来人 纷纷开口 说出自己的优势 这番对话 听得旁人对楚宣献煞无比 显然 赵成主还有这些九星势力的长老 副院长都已经看上了楚宣 而且是颇为的看重 待等到元界盛会结束 在场的九星势力 楚宣想加入哪家就加入哪家 并且加入后 可享受不低的待遇 这份殊荣 本来只有魔剑渊 钟万言还有易清云享受到了 现在 楚宣一个无名之辈 也享受到这等殊荣 叫众人怎么能不对楚宣羡慕嫉妒 当然 也有恨的 观众席中 有一人死死地盯着光幕中楚宣的身影 已经显得有些赤红的双眼中 有浓烈的恨意与杀意在汹涌 此人 正是元金宗的宗主 同时也是那云洛园的父亲 云远山 云远山现在真是恨不得冲进元界中 将楚宣给遂十万段 为云洛园报仇 但 这种事情 他只敢想一想 却不敢去付诸行动 因为 捣乱元界盛会的罪名太重 他承担不喜 一旦那么做 不仅是他 连整个元金宗都会有灭顶之灾 别看元金宗在七星势力中还算不错 但在九星势力面前 却是为不足道的 甚至 就算楚宣从元界中出来了 他也不敢对楚宣怎么样 因为 在场的九星势力 都已经看上了楚宣 只要楚宣一出来 就会对其抛出橄榄枝 到时候 不管楚宣加入哪个九星势力 都不是他区区一个七星势力的宗主可以动的 林远山心中充满悲戏 落缘 为父无能 眼睁睁地看着你被人杀害 为父却连为你报仇都不能 因为为父不能只考虑你 还得考虑整元金宗 所以 为父只能对不起你了 不过 你放心 若是有机会的话 为父拼尽一切 也要将这姓楚的混蛋碎尸万段 为你报仇血恨 在全场都因为楚宣而热火朝天的时候 那位来自西元圣界圣首宗的龙婆婆 看了一眼光目中的楚宣之后 不由得撇了撇嘴 小地方就是小地方 这个楚宣虽然表现不错 但在我们西元圣界 也就比普通好一点而已 这些家伙却将之当成耀眼惊艳的大黑马来看待 真是没见识 我本来还抱有一线幻想 觉得说不定能在机屋里面发现金凤凰 但是现在看来 是我想太多 真是浪费时间 哎 罢了 再做一会变走吧 外面现在是如何轰动 自己现在是怎么样的名声大噪 楚宣不知道 也不想知道 他现在只想知道 云洛园这个家伙的身家到底有多丰厚 将云洛园的储物元器拿来扫当一番 楚宣从其中取出一千万上品元金 三品到五品丹药若干 还有五星级别左右的天才地宝 除此之外 还有几件下品道中品级别的元器 正如楚宣所预料的那样 云洛园的身家相当的丰厚 在这丰厚的收获中 有一物 是最让楚宣喜欢的 那是一本水晶书 书面上烙印着四个玄妙大字 元金不灭 这 赫然是七星势力元金宗的核心中等圣诀之一 楚宣目前还未修行过圣诀 身上也没有合适的圣诀可供他修行 此刻 得了一部颇为不错的中等圣诀 而且还是很适合他修炼圣诀 他怎么能不喜欢 楚宣粗略地翻看了一下元金不灭 修行此圣诀后 便能够以元力融合圣体力量 在体表凝聚出一层不灭元金 此不灭元金有三种状态 一为同时增幅防御和攻击 二为放弃防御 只增幅攻击 三则反之 另外 无灭元金的增幅效果 除去是根据修行该圣诀的境界高低来决定 也能根据修行者所拥有的元力品质和圣体强大与否来决定 元力品质越高 圣体越是强大 无灭元金的效果越好 理论上 可以达到上品圣诀的层次 第4683章在修行 不过 元金不灭可达到上品圣诀的层次 只是一个理论而已 实际上 连元金不灭的创始人 都未曾达到过这样的境界 但 楚轩相信 自己绝对可以 因为他可是拥有着鸿蒙元力和鸿蒙道体的 但 楚轩并没有着急去修行元金不灭 而是将圣诀收好 等以后修炼 因为现在的他 依旧需要一门心思都铺在转化鸿蒙元力之上 没有那个时间去修行圣诀 楚轩强势三泉将云洛园轰杀 虽然带来极大的轰动与震撼 但 随着时间的推移 一切最终还是归于平静 大家依旧该干什么干什么 仿佛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 不过 楚轩之名 已经深刻地烙印到每个人的心中 他 不再是那个出来心集成的无名之辈了 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中 严锤小队率领着五队高手 疯狂地在一击中进行搜刮 群长队伍 在一击中搜刮资源的时候 是很危险的 不仅要面对一击中本身自带的危险 还要应付别的队伍 与别的队伍为了宝物进行厮杀 严锤小队 却无需如此 他们只需要对付一击中本身的危险就好 因为 楚轩轰杀云洛源的事情 在原界中已经传开了 谁都知道 严锤小队的副队长楚轩 是一个能够三权强势及杀云洛源的强者 由楚轩坐镇的严锤小队 自然没人敢招惹 偶尔遇到几个不开眼的 也很快就被镇压淘汰 而他们的收获也悉数成为了严锤小队的收获 这样的事情发生几次之后 就再也没人敢来招惹严锤小队了 遇到之后都是退避三射 让严锤小队在遗击中的行动 变得无比顺利 收获每天都在增长 而且增长的弧度 颇为可观 不知不觉中 众人来到遗击内 已经八九万年了 虽然遗击很庞大 但经过这些时间后 也被探索得七七八八了 严锤小队的营地中 楚轩江云和江星 还有罗岩和罗苗等严锤小队的成员 正坐在一起 算一算时间 距离元界盛会第一轮结束 只剩下几万年时间 反正遗迹也别探索得差不多了 大家不打算继续行动了 想要在最后的一段时间中 把收获分配一下 然后休养升息 提升实力 这次 他们收获十分丰厚 足以让大圣镜巅峰强者都眼红 若是没有人知道也就罢了 但众人心知肚明 他们在元界中的一举一动 外人都可以看到 倘若他们可以顺利加入九星势力 得到这样令人眼红的收获也就罢了 但若是没有的话 财博动人心 恐怕会因为这笔收获 带来不小的麻烦 索性 直接把能用的收获都用掉 免得被人惦记 就算依旧被人惦记 实力提升了 也能有自保之力 以楚轩和江云还有江星的实力 倒是不用担心自己的收获被人惦记 但他们却也想尽快提升实力 所有的收获 楚轩和江云还有江星占据八成 另外两成 留给盐锤小队 至于怎么分配 那是罢岩的事情 虽然只是两成 但这次的总收获太庞大了 两成也够盐锤小队吃得很饱了 所以 罢岩和罗苗等盐锤小队成员的脸上 都挂满着笑容 当然 笑容最盛的 还是楚轩 他估算了一下 自己若再进行一次闭关 鸿蒙元力的转化应该可以达到90%到95% 虽然无法彻底完成 但不要紧 他这次的收获 可不仅仅只是修炼资源 还有很多别的宝物 出去之后 可以将这些宝物兑换成修炼资源 到时候 他应该就能完成转化 一旦完成 他就可以着手修炼圣诀 三物本源道 让自己成为一名真真正正的大圣境巅峰 然后 开始冲击至圣境 在上品域这种级别的区域 大圣境虽然被称之为高手 但实际上 达到至圣境 方才算是真正的高手 成就涅槃圣境 方才是强者 当然 哪怕是在超品域 涅槃圣境也算是强者 念头落下 楚轩迫不及待地想要去修炼 道你们继续聊 我先去闭关了 说完 楚轩转身就走 江云和江心井随其后 他们都知道楚轩快要完成转化 心中也清楚 夫君那么久没有突破 一直都在打磨自身 一旦完成鸿蒙原力的转化 就要后机勃发 进入一个迅猛的提升期 所以 他们也得刻苦修行 把实力提升上去 坚决不能拖楚轩的后腿 望着楚轩离去的背影 罗言感开道 当初邀请楚兄加入我们 严锤小队 绝对是我这辈子最明智的选择 若无楚兄 我严锤小队绝对不可能有 今日之风光 我等也不会有这样的机遇 队长英明 队长英明 众严锤小队的成员赶紧符合 这不是拍马屁 而是真心如此觉得 唯独罗鸟 笑脸上浮现出一抹尴尬的神色 望着楚轩背影的两眼中 也有些复杂 他从遇到楚轩之后 就一直看楚轩不顺眼 觉得楚轩是一个没本事 吃软饭的不要脸男人 可结果呢 他先是因为学千奇 后又因为云落园 接连被楚轩横横打脸两次 现在每每想起这些事情 他都面红耳赤 恨不得挖条地缝钻进去 小妹 你年纪也不小了 有些事情既然做错了 就要有勇气去认错 不要因为所谓的面子 而倔强的知错不改 那样后果会很严重的 罗岩看出自己妹妹所想 苦口婆心的劝道 文言 罗淼目光一宁 笑脸上的那一抹愁愁之色隐去 深吸一口气后 快步追上楚轩 叫道 楚妇队长 请留步 楚轩停下 脸色漠然的转身望来 道 有事 罗淼咬了咬牙 而后红个脸猛然攻身 道 楚妇队长 之前是我有眼无珠 所以才冒犯你了 真的很对不起 我现在很诚恳地跟你道歉 希望你接受 楚轩看了他一眼 脸上的淡漠神色消失 笑道 好了 楚某还不至于跟你一个小丫头计较 说吧 楚轩继续转身离去 罗淼张嘴想要再说些什么 江云和江星确实道 既然夫君都说没跟你计较 那就是真的没跟你计较 罗淼 不要把这些事情记挂在心上了 好好修行去吧 雨落 梁雨也是随着楚轩飘然而去 罗淼七上八下的星 终于放下 第4684张山谷有宝 修炼之中无岁月 仿佛只是一弹指而已 炼已经过去了七万多年的时间 山洞中 一道身影盘坐在地 他周身都在散发着滑贵无比的紫色光滑 因为那紫色光滑太过浓郁 凝聚在那道身影的旁边 如同阴晕紫雾般 将其衬托得更加尊贵 这道身影 正是楚轩 保一克 楚轩轻轻一息 弥漫在周围的紫色光滑 悉数地返回到体内 继而 他睁开眼帘 露出那双深邃的紫眸 一抹喜意在其中涌动着 通过这次的闭关 他已经将鸿蒙原力转化到了95% 带到回头离开元界 到外面再兑换 购买一批修炼资源 就可以解决这困扰他多年的问题了 夫君 感应到楚轩修行结束 江云和江星从山洞外 面带温柔微笑地走了进来 这些年的闭关修炼 不仅楚轩得到提升 江云和江星也是顺利地突破到四品大胜进 另外 严锤小队那边也进步不小 队长罗岩已经成就三品大胜巅峰 罗苗乃三品大胜出奇 另外几个严锤小队自己培养出来的大胜进 也是纷纷进入到二品大胜进 再加上收编的五对高手 哪怕元界盛会结束 罗岩和罗苗等人没有如愿以偿地加入九星势力 也能够凭借现在所掌握的实力 在星级城中活得风生水起 滋润无比 楚轩问道 算一算时间 元界盛会也差不多要到结束的时候了 有什么特别的情况发生吗 之前 罗岩曾经告诉楚轩 召开元界盛会的各方九星势力 会在元界盛会第一轮考核结束之前 在众多的参赛选手中筛选出一个第一 然后 元界盛会的第一轮 便能圆满落幕 筛选的方法很简单 就是在一击之中 置放一件颇为珍贵的宝物 谁能抢到手 谁便是第一名 楚轩刚刚所询问的是否有特殊情况发生 便是在问这个 江云和江星摇头道 一击中的各种好处与机缘 似乎已经被搜刮得差不多了 所以 最近这段时间 一击内相当的平静 并无什么特别的事情发生 都快结束了 还如此风平浪静 莫非 那代表着第一名的宝物 已经被别人给悄无声息地取走了 楚轩眉头为皱 他对那件珍贵宝物 可是有点兴趣的 同时 对第一名的头衔 更有兴趣 因为成为第一名 便能证明你是所有参赛者中的最强存在 一旦获得此身份 加上他之前所展现的实力 以及三拳强势轰杀云洛源的药木战机 若加入九星势力 一定会得到重点栽培 翁 就在楚轩念头落下的瞬间 远处 突然传来一阵翁鸣声 发生什么事情了 楚轩和江云还有江星急忙走出山洞 站在高处向着远处眺望而去 便是见到 在一个极其遥远的地方 有数道光柱 带着惊人的威势 耀眼至极的光辉 冲天而起 不论在何地何处 只要是深处在遗迹中 甚至是遗迹十万里范围内 都能看到这一幕 故而不只是楚轩他们被惊动 其余人也是被惊动 这是怎么回事 莫非有重宝出事了 闹出如此惊人的动静 肯定是有重宝出事 众人看着那一道道情天光柱 惊叹连连 议论纷纷 而后眼神中浮现出一抹炽热 楚轩目光闪烁一番 笑道 看来 最后的角逐开始了 罗队长 我们出发 去一探究竟 闹出如此惊人的动静 不用多说 待会整个遗迹中的圣元生灵 都一定会前往那些光柱爆发的地方 所以回过神来后 楚轩便要抓紧时间 直接出发 好 罗阎点头 虽说 如今眼锤小队的队长还是他 但主心骨明显已经是楚轩 面对楚轩的命令 自然而然地选择服从 当即 一行人风驰电掣地 朝着光柱爆发的区域 迅速赶去 因为光柱爆发的区域 距离楚轩等人的营地颇为遥远 足足急速飞行了三天三夜 方才抵达目的地 爆发出那些深微惊人光柱的地方 赫然是一座山谷 此刻 山谷内已经汇聚了不少圣元生灵 显得非常热闹 魔剑渊 中万炎还有一青云 还一些其他的子级圣光使天才 也都在这里 显然 他们也已经推测出 关于原界圣会第一名归属的那件珍贵宝物 应该就在此地 虽说有魔剑渊 中万炎和一青云这三位在 别说那些普通的参赛选手了 就算是其他的那些子级圣光使 可能性都为乎其为 但 有希望 总归是要争取一下的 万一运气好得到了呢 而且 他们的真正目标 也并非是那件宝物 按照惯例 每一次出现那件珍贵宝物的时候 往往也会有其他的宝物出现 他们的目标是那些宝物 楚轩等人降临山谷之后 四面八方还不断地有流光飞射而来 他们却是没管这些 竟只朝着山谷核心处走去 此地的生源生灵 都汇聚在那里 严锤小队了 那 就是严锤小队的副队长楚轩吗 看起来好普通 一点强大都感觉不到 真的是他三拳强势轰杀了云洛园吗 不会搞错了吧 你懂什么 越是强大的存在 看起来就会显得越普通 这叫反扑归真 这叫低调 像你我这样 一眼就被看穿的 会是强者吗 肯定不会 云洛园被楚轩轰杀的事情 不仅传遍了外界 元界之中也早已经转变 故而 楚轩如今已经是名声大噪 连带严锤小队 也被众人所熟知 所以 当他们一露面 便是被认出来 继而引起了全场议论 让本就热闹的山谷 变得沸反迎天起来 面对这等情况 楚轩等人十分淡定 大不留心地向内走去 这时候 拥有大明七的好处就体现出来 前方本已经被堵得水泄不通 可是楚轩率队走过去 人群立刻自动向着两侧分开 给他们让出了一条畅通无阻的道路 若是没有名气 在这样的情况下 想要靠近山谷的核心区域 那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搞不好还会发生冲突 第4685章时钟藏宝 很快 楚轩等人靠近核心区域 魔剑渊等人 还有其余的几位子及圣光使 都盘坐在那里 对于最近名声大噪的楚轩 他们也都很好奇 所以 当楚轩过来之后 一个个侧目望来 那几位子及圣光使 看向楚轩的目光 不仅有着好奇 而且还充满凝重神色 甚至是有着思思畏惧之意 云洛园 仅次于魔剑渊 钟万炎 还有一青云 为列此行所有子及圣光使中的第四名 也就是说 他们这些人都不如云洛园 楚轩 却能三全强势轰杀云洛园 这代表着 楚轩也能想杀他们就杀他们 面对能够主宰自己生死的存在 自然是不由自主的心存俱意 唯有魔剑渊 钟万炎和一青云三人 看向楚轩的眼神没有任何情绪 非常淡漠 而且只是看了一眼后 就将目光收了回去 好像是在看路人甲一样 能够三全强势轰杀云洛园 对于别人而言 是一件极为惊人的事情 但对于他们而言 却并不算什么 所以 哪怕拥有此等战机的楚轩 也就只值得他们专门去看一眼 仅此而已 想让他们将楚轩放在心上 呵呵 还远远不够格 楚轩没有在意那些目光的注视 更没有在意魔剑渊等人高傲的态度 目光朝着前方望去 只见得 那里有着一根根两三米高的石柱耸立着 一片又一片的 组成了一座石灵 每一根石柱之上 都鸣刻着许多发光的神秘纹路 并且 石头内部远远不绝地弥漫出一股 十分玄妙特殊的波动 之前 山谷内爆发出的那些声微惊人的光柱 就是这些奇怪的石柱激发出来的 见状 楚轩的眉宇间浮现出一抹好奇神色 接着轻声道 罗队长 麻烦打听一下 这是怎么回事 罗言点点头 正要去打听一些情报 旁边有几人听到楚轩的话后 便是主动一脸热情笑容的上前 道 楚兄 若不嫌弃的话 就让我等来跟你讲解一下这里的情况吧 楚轩微笑道 既然如此 那就有劳各位了 其中一人道 楚兄你看到那些石柱了没有 在那些石柱的内部 隐藏着宝物 不过 每一根石柱内隐藏的宝物都不一样 有的石柱中 隐藏的宝物品质极好 有的则是很差劲 甚至都算不得什么宝物 还有的石柱内 干脆是什么都没有 甚至有的石柱内 还隐藏着危险 一旦打开 就会将那些危险释放出来 攻击开启石柱之人 另外一人接过话茬 继续道 刚才 就有极得倒霉弹 开启了什么都没有的石柱 最倒霉的那个 开启石柱之后 里面有一片血光沸腾出来 他非常高兴 还以为是开出了宝物 没曾想 那石柱内隐藏的竟然是一团凶悍的血煞 那家伙大意之下 差点在那血煞的攻击中丧命 虽然最后侥幸保住性命 但也受到了重创 不过 也有幸运人 刚才有人 从开启的石柱中获得了一例赦名单 此丹药可以帮助五品大胜进以下 直接突破一品的修为境界 还有人 弄到了一把顶级的中品元气 几乎能够媲美上品元气了 这人滔滔不绝的 跟楚轩说了 从山谷出世到现在 都有谁谁谁获得了好处 又是谁谁谁 倒霉无比 要么空手 要么什么宝物都没得到 反而还遇到了危险 竟然还有这样的事情 听完 楚轩一脸惊诧 而后问道 难道就不能先感应一下 石柱内到底是什么 再去开启吗 如果提前感应的话 就算得不到什么好宝物 但也不至于空手 甚至是遇到危险吧 莫非是有什么原因 让人无法探查到 石柱内有什么宝物 楚兄果然聪明 一下子就猜到了问题 一人送上马屁 接着笑道 这石柱拥有隔绝探查的功效 就好像赌源时势的 只能靠运气 另外一人道 其实 还是跟赌源时不一样 赌源时 是无论何等修为境界 都无法看透原时 但是这些石柱 只要修为足够厉害 还是能够感应到一些东西的 你看 摩剑渊他们 不就是在进行感应麻 不然你以为他们坐在那里干什么 修习麻 楚轩在道 以摩剑渊等人的修为 在联合其余几个子及圣光时 完全是有资格将这里给霸占的 到时候一根根石柱解开就是 何须一根根去感应这么麻烦 一人说道 如果可以的话 他们倒是想这么做 问题是 他们无法那么做 因为每个人 都只能选择一根石柱 开启石柱之后 就无法再开启第二根 若是想要强行开启的话 就会遭受到反击 那反击之可不 连大圣镜巅峰强者都难以抵挡 楚兄看到地上的那几团血迹了吗 就是有几个家伙 因为没有开出满意的宝物 或者是没有开出宝物 妄图去开启第二根石柱 结果引发了整片石柱的攻击 最后被轰杀 那几个家伙 都是大圣镜六品的修为 战斗力强大 若不是还没来得及去考核 估计也是子及圣光时级别的高手 结果 在石柱的反击之下 连丝毫的反抗都做不到 就死成喳喳 除去一片血雾之外 原来如此 在这几人详细的解说下 楚轩终于了解了 这座山谷内这片石林的事情 恍然地点点头后 给这几位热心提供情报的圣源圣灵 一人送上两三千的中品元金 多谢各位了 对于楚轩的馈赠 这几个圣源圣灵面露失望神色 当然 不是嫌弃楚轩给的少 事实上 楚轩给的报酬已经很多了 区区几句话而已 就赚到两三千中品元金 这种工作 估计不少人愿意做 他们之所以如此 是因为真正的目的 是巴结楚轩 搭上关系 若能成功 他们所能得到的好处 可远不止两三千中品元金 当然 他们也明白 就凭借告诉楚轩一些 已经是人人皆知的情报 就想攀附到楚轩这棵大树 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打发了那几个圣源圣灵后 楚轩笑道 关于此地的情报 大家刚才也都听到了 咱们先找个地方坐下 然后看看各自的运气怎么样 能不能得到满意的宝物 第四千六百八十六张良女的收获 好 众人点头 而后 楚轩凭借着自己如今的威望 在最靠近石灵的地方 找到了一片宽阔的区域 带领着江云和江星 还有严锤小队的成员 入座这里 接着 开始闭上双眼 以神势去与那些石柱接触 当楚轩将自己的神势释放出来的时候 他立即感觉到 前方那片石灵中的每一根石柱 都好像战斗起来 隐隐间 对他发出呼唤 有的石柱 散发出的呼唤很微弱 有的石柱散发出的呼唤 则是很强烈 楚轩心中猜测了一下 如果他没有猜错的话 石柱中散发的呼唤之感越强烈 就代表着其中隐藏的宝物可能约好 很简单嘛 楚轩嘴角挑起一抹笑意 而后 直接屏蔽了那些微弱的呼唤 用神识游走在那些较为强烈的呼唤中 进行判断和寻找 显然 楚轩是要找到那件可决定第一名归属的珍贵宝物 机会只有一次 要找 自然要找最好的 江云和江星等人有样学样 江云和江星的修为虽然不高 才四品大胜镜 但是 两女天赋很高 所以也能产生某种感应 不过 他们的感应 是以神识接触石柱之后才产生的 而且 不是每根石柱 他们在接触后都有感应 只有大部分才有 不像楚轩那样 神识一出现 就自动感应到 凡是有宝物的石柱 都在对他进行呼唤的感觉 江云和江星还算是好的 像是旁人 要么感应得非常模糊 似有似无 要么干脆是一点感应都没有 这种情况下 就只能全凭运气了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 汇聚到山谷中的圣源生灵越来越多 虽然在知道了 石柱内未必绝对有宝物 有的石柱内甚至有危险后 大家都不敢轻举妄动 一直都在认真观察 小心判断 希望及此能得到一份好收获 但是 随着来此的圣源生灵越来越多后 众人都逐渐没有了这个耐心 因为石柱的数量是有限的 开一个少一个 而在场的圣源生灵数量 是远远超过石柱数量的 这也就是说 不是每个人 都有那开启一根石柱的机会 现在不出手 再耽误下去 可能最后连开启石柱的机会都没有 于是乎 有圣源生灵案耐不住出手了 有幸运人出现 开出了不错的宝物 也有倒霉但 没有开出宝物 或者是开出了危险 让人觉得最倒霉的 还是那些开出了宝物 但宝物非常低级 让人根本看不上的那些家伙 这样的结果 很叫人郁闷 气恼 还不如没有开出宝物呢 有一点值得一提 那就是这些出手的圣源生灵 都相当的聪明 他们在选择某根石柱决定开启之前 先看一看楚轩 魔剑渊等强者的脸色 如果无所谓 那就放心大胆地去开 如果脸色出现变化 那就绝对不碰 因为那代表着 那根石柱 可能是这些强者盯上过的了 只不过没有什么把握 所以才没动手 他们若动了 就等于是虎口夺食 这是找死的行为 宝物虽然好 但小命更加重要 罗队长 第三排第五根石柱 第四排第九根石柱 第十二排第三根石柱 楚轩还没有找到自己最想要得到的宝物 但是 见到已经有人出手 也就暂时停止下来 将自己探查到一些绝对有宝物的石柱坐标 告诉了罗岩 虽然因为罗淼 让他跟盐锤小队之间有了隔阂 但他毕竟还担任着盐锤小队副队长的身份 算是自己人既然有好处自然要留给自己人 不能便宜了外人 听到楚轩的传音 罗岩立即面露惊骇不可思议的神色 因为他没想到楚轩这么厉害 竟然可以准确地探测出哪根石柱中有宝物 这 这可是连魔剑渊之流都做不到的事情啊 若是魔剑渊之流可以做到 早就如楚轩这样 把有宝物的石柱坐标告诉自己带来的那些手下了 他刚才可是亲眼看到 一个魔剑渊的手下 在选择了一根石柱去开启后 结果里面竟然是空的 什么都没有 这 便证明 魔剑渊之流没有楚轩这样的本事 看来自己还是低估了楚轩 后者 比自己想象中的环耀逆天 念头落下 罗岩立即将楚轩告诉的坐标 传音告诉罗苗等人 他虽然很惊骇 觉得不可思议 但对于楚轩还是非常信任的 几乎没有丝毫的怀疑 接着 罗岩等人开始出手 将那些石柱一一开启 刹那间光芒四射 这是开出宝物的迹象 当即 无数道目光羡慕嫉妒恨的望来 除此之外 还有浓浓的惊恶 严锤小队没有一个人空手 或者从石柱中开出危险 这怎么能让人不震惊 罗岩等人没有去管旁人如何想 急忙去看自己开出的宝物是什么 罗岩开出了一件上品员兵级别的战锤 罗淼开出了一颗五星级别的圣丹 对于大圣境七品之下的修炼 将提供莫大的弊益 其他严锤小队的成员 开出的宝物 价值方面差了罗岩和罗淼不少 但也算是不错了 每个人都没开眼笑 然后用感激的眼神看向楚轩 就在罗岩和罗淼等严锤小队的成员 都弄到宝物之后 江云和江星树然睁开了美眸 分别朝着一根石柱探出自己洁白的柔仪 蓬 蓬 两根石柱硬生二岁 下一刻 同时有宛如烈焰般的火光 席卷出来 一块仿佛由火焰构造而成的菱形金石出现 还有一部古籍 上书 焚言圣诀 这四个字 仿佛每一个字都是由滔天火海所凝聚的 给人一种吃烈霸道之感 有人认出这两件宝物的来历 立即惊呼道 那是 焚天炎圣经 昔年八星势力焚言宗的镇宗之宝 此圣经 能提升火系圣元生灵的修行速度 还能增加三物火系本元道的三物 增服火系手段的威能 那焚言圣诀同样也来自焚言宗 乃是镇宗圣诀之一 本身为中品圣诀 但若是有焚天炎圣经的话 将能达到上品圣诀的层次 这两个女人的运气也太好了吧 众人用无比羡慕嫉妒恨的目光望来 因为将云和将心得到的焚天炎圣经和焚炎圣诀 乃是开启石柱到现在 出现的最好的宝物了 同时 众人还有些震惊 两女明显是一伙的 又在诸多石柱中 选择到了两件来自同一个势力遗留的镇宗之宝 这等运气 当真是好得太过惊人了 第4687张陨落新岩塔 众人因为将云和将心的好运惊叹了一回而后 注意力 全部转移到了魔剑渊 钟万炎还有异青云和楚轩等人的身上 因为 名气不小 但还未出手取得宝物的 就只剩下他们这几个人 刷 当众人的目光 汇聚过去的沙纳 那宛如雕像般 一直盘坐在地的魔剑渊 突然间睁开了双眼 露出一双充满冷酷光芒的黑色眼眸 接着 抬手朝着前方抓去 他体内圣元力沸腾 一片宛若来自地狱般的黑色光芒绽放 化作了一尊威猛的黑色手掌 朝着某根石柱拍了过去 与此同时 钟万炎和异青云也是动手了 钟万炎轻驰一声 张口喷出一道血色火焰般的流光 向着异根石柱进射而去 异青云以双指作剑 凌空点出 有细力无皮的指芒绽放 轰 与此同时 还有一道霸裂的拳镜释放出来 隔空轰向某根石柱 这道霸裂拳镜的主人 赫然正是楚轩 名气最高的四位 竟是在这一刻同时出手 不过 他们虽然同时出手 但是选择的目标却不一样 四个人 分别是四根石柱 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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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连四道破碎声响起 却是那四根石柱 在楚轩四人凶猛的攻击之下 应声而碎 下一刻 一连四道要目至极的光辉绽放出来 魔剑鸳轰碎的那根石柱中 绽放出的光芒呈现漆黑的颜色 如同它所释放的原力那样 不同的是 这股漆黑光芒中 还充斥着凶利阴冷的煞气 弥漫开来的时候 似乎把空间都冻结 这股充满凶利阴冷煞气的黑色光芒 来源于一把黑色雨扇 上品元气 而且还是上品元气中的极品 有人看出那把黑色雨扇的品级 立即忍不住惊呼起来 众人都羡慕不已 虽然百红玉乃是上品玉 但是上品元气这种级别的宝物 依旧是非常少见 许多至圣境强者都未必拥有 魔剑鸳取得一件上品元气 怎么能叫人不羡慕 羡慕一阵子后 众人又看向中万颜和易青云 想要看一看他们取得了什么宝物 中万颜和易青云取得的宝物 也都是一件上品元气 前者取得的乃是一双鸣刻着 无数神秘符文的银色拳套 而后者取得的则是一把蓝色长剑 三人都获得了上品元气 而且还是上品元气中的极品货色 但魔剑鸳等人似乎并不满意 眉头围簇着 因为他们本身的背景就不低 所以提前打听过了 决定这次元界盛会第一名归属的宝物 究竟是个什么东西 此刻他们所取得的 并非是那件宝物 一个个出手的时候 自信满满 都觉得第一名要落入到自己手中 然而 结果却是这般 哪怕取得的宝物已经算是很不错了 脸色也好看不起来 不知道楚轩取得了什么宝物 就在这时候 不知道是谁提了一嘴 灵气最大的四人 其中三人都已经取得了宝物 现在 只剩下楚轩的宝物还未出现 所以 更加的引人好奇 一道又一道目光 刷刷地朝着楚轩攻击的那根石柱望去 在那些目光的注视之下 破碎的石柱中 有一片星光绽放出来 这星光十分的古怪 不仅灿烂 而且还如同火焰一般 充满玄妙又霸裂气息的火焰 星光从破碎的石柱中弥漫而出 魔剑冤等人取出的宝物 散发出的气息立即遭受到了压制 光辉和气息同时内敛 只要不是白痴 都能够看得出来 楚轩所取得的宝物 乃是超越魔剑冤等人的 若非如此 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楚轩到底取得了什么宝物 一出现 竟然就以绝对的优势碾压了魔剑冤等人的宝物 在一道道充满震惊和疑惑的目光注视下 一座仿佛是用星辰打造而成的九层宝塔 自那玄妙又霸裂的火焰星光中 缓缓地升腾而起 这是极品元气 陨落星岩塔 此物不是星吉城第一任城主年轻时候使用的成名之宝吗 怎么会在这里 这还用猜 此宝肯定就是代表着元界盛会第一名的那件宝物 星吉城还真是大手笔啊 竟然舍得把此宝拿出来 楚轩真是太走运了 竟然取得了此宝 走运 我觉得未必 魔剑渊等人 都对元界盛会第一名志在必得 然而 现在却落入到楚轩手中 那三位 岂能善罢甘休 有实力保护自己取得的宝物 那才能叫走运 若是没有那个实力的话 嘿嘿 楚轩虽然不是的自己取出的宝物是什么 但是旁人却是认得 乃是星吉城第一任城主使用的成名之宝 极品元气级别的陨落星岩塔 当即令得场面变得沸腾起来 到处都是喧哗吵闹的声音 有人为之惊叹 有人为之羡慕 有人则是嫉妒不已 也有人为之恼火起来 恼火的不是别人 正是魔剑渊中万言和易青云 三人 本就因为自己没有如愿以偿 心中不爽的 现在看到 自己梦寐以求的宝物 竟然落到了那个自己未曾放在眼中的小子手里 心情自然糟糕透顶 一抹英质神色 浮现在他们的脸上 楚轩确实没在意这些 有些惊喜地看着那尊陨落星岩塔 虽然 他早就知道 自己所取得的宝物 乃是全场最好的 但是没想到这么好 极品元气 可是相当于超品圣宝级的存在 而且 他隐约感应到 陨落星岩塔之上似乎记载着一篇圣诀 虽然来不及仔细去研究 那到底是什么圣诀 但是粗略地扫了一眼后 楚轩确能判断出 那是一篇颇为强大的尚品圣诀 一尊极品元气 附带了一部尚品圣诀 外加得到此宝后 就是元界圣会的第一名 这次收获的价值可是相当的巨大 楚轩怎么能不高兴 刷刷刷 然而 就在笑意刚刚浮现在楚轩脸上的时候 突然间 三道破空声响撤起来 而后 三道让楚轩感觉到 丝丝威胁气息的契机 将他锁定 第4688章三强逼迫 楚轩先抬手一招 让陨落星岩塔落入到自己的手中 而后 再冷着脸抬头望去 便是见到 魔剑渊中万言还有一青云 将自己包围起来 剑状 罗岩和罗秒 还有江云和江星的神色 陡然肃穆凝重起来 还真叫那些混蛋的乌鸦嘴给说中了 见到楚轩取得陨落星岩塔 魔剑渊等人不会善罢甘休 这三个家伙 不仅是八品大圣境巅峰的修为 而且 还是其中的佼佼者 每一个的战斗力 都相当于九品大圣中的精英 比那云落园强大了许多倍 一个 尚且如此厉害 现在有三个那般级别的强者 不怀好意地将楚轩包围起来 这可是一个天大的麻烦 江云和江星岛还好 罗岩和罗秒却是无比的紧张 楚轩倒是没什么感觉 一脸淡然地问道 几位 有什么事情吗 魔剑渊高高在上的冷声道 我懒得与你多说废话 不想惹祸上身的话 现在 就乖乖地把陨落星岩塔交出来 此宝 可不是你有资格染指的 楚轩一边把玩着手中的宝塔 一边笑道 陨落星岩塔只有一尊 而你们却有三个 楚某该将这陨落星岩塔交给谁呢 是在挑拨离间 中万言发出一声冷冷的讥笑 呵 这么拙劣低级的手段 你是怎么好意思用的 要笑死人了 易清云冷着脸道 好了 别在这里废话浪费我们宝贵的时间 你只要乖乖交出陨落星岩塔就好 至于怎么分配此物 那是我们的事情 跟你没有关系 你也没资格去问 楚轩道 不好意思 我并没有交出陨落星岩塔的意思 嗯 文言 魔剑渊等人脸色一沉 这叫楚轩的小子 简直胆大包天 他们三人连妹而来讨要陨落星岩塔 此子竟然敢不仅不乖乖 双手奉上 而且还出言顶撞 真是不知死活 魔剑渊黑色的双眼中 飘过一抹森然的杀意 韩生道 楚轩 你以为我是在跟你商量吗 错 我是在命令你 所以 你有没有交出陨落星岩塔的意思 根本都不重要 我开口让你交 你就必须交出来 话音落下 一股霸道威势 猛然从魔剑渊体内绽放出来 朝着楚轩压迫而去 中万言淡淡的道 楚轩 你可知道 你刚才说的话是有多么愚蠢 易青云微笑道 本来 若你乖乖交出陨落星岩塔 加上你能灭杀陨落元 也算是有几分实力 所以 不管最后谁取得陨落星岩塔 应该都会念在你好像一条听话的狗的份上 赐给你追随我等的荣耀 但是 你刚才的那一席话 不仅丢掉了这个机会 而且 待会你连陨落星岩塔 以及自己的性命 都要丢掉 真不知道你这种蠢货 是怎么活到现在的 这家伙虽然是在笑 但是话语中 却充斥着犀利无匹的杀意 而且态度 也极其的高傲 完全不把楚轩放在眼中 面对这些家伙的藐视 楚轩也不恼怒 淡淡的道 看来几位是想抢抢了 听楚某一句劝 最好不要 以几位的实力 若是敢那么做的话 只怕几位不仅什么都得不到 而且还要付出巨大的代价 哼 文言 摩剑渊眼中杀意更加浓烈 冷声道 敢这么嚣张 是因为有着灭沙云洛园的战绩吗 你可知道 那云洛园虽然位列此行子及盛光史中的第四名 但 与我等比较起来 却是有着云泥之别的差距 所以 你拿着灭沙云洛园的战机 在别人面前嚣张还可以 在我等面前 借此嚣张 你就是在自寻死路 好了 与这种不知死活的蠢货废话那么多做什么 直接动手打杀了便是 等杀了他 我们再来商量陨落星眼塔该归谁 中万言不耐凡地说道 语气之中 杀气沸腾 而且 将楚轩当成案板上的鱼肉 只能任由他们宰割 想怎么杀就怎么杀 话音落下 中万言的体表 立即有一层血色的阎光升腾起来 弥漫出可怖的气息 等一下 突然 一青云出声阻止 中万言眉头一皱 道 怎么了 一青云满脸信念的道 我有一个决定陨落星眼塔归属的好办法 这个楚轩敢这么嚣张 又能三全轰杀云洛园 就算其中有云洛园大义轻敌的原因 也能证明这楚轩实力不俗 所以 这样吧 我们轮流对这楚轩出招一次 谁能先杀了这楚轩 云洛星眼塔就是谁的 如何 当知道 楚轩三全轰杀云洛园的时候 魔剑渊等人也是震惊无比 因为 他们虽然瞧不起云洛园 但 也没有本事三全就将之灭杀 但 很快他们就不震惊了 甚至不当回事 因为 他们都觉得 之所以会那样 肯定是因为云洛园太大意了 又或者是因为楚轩出手偷袭 不可能是正面那般强势的三全轰杀 虽然 他们并没有亲眼看到当时的情况 这些都是他们自己猜测出来的 但却相当笃定 因为 他们是此行中最优秀的存在 连他们都无法做到的事情 别人 肯定也无法做到 好 反正距离元界盛会结束 还有一段时间 正无聊呢 找邪恶子也是不错的 中万炎点头同意 魔剑冤道 好 我也同意 不过 我要先出手 没问题 中万炎何意清云沉吟了片刻 纷纷点头同意 如果楚轩太弱的话 第一个出手 自然是最占便宜的 直接轰杀了楚轩 就能得到陨落新岩塔 但是 如果楚轩个本事的话 那么第一个出手 就吃亏了 等于是在为后面的人做嫁衣 这些混蛋 江云和江星两女 被目见冤等人的言语气得不轻 笑脸有些铁青 若非这三个家伙的实力太过强横 他们哪怕是联手也无把握对付 肯定是早就出手 狠狠地把这三个家伙揍上一顿了 他们一直都在说楚轩嚣张 可是真正嚣张的 明明是他们 竟然把自己的夫君 当成玩具一样来对待 尾时可恨 罗岩等人对此也是非常的气恼 可是确实敢怒不敢言 没办法 对手实在是太强横了 一个 就足以轻松覆灭整个岩锤小队 更何况是三个 第4689张迎战魔剑渊 唉 这个楚轩还真可怜 好不容易得到了陨落新岩塔 结果一转眼就要丢了 而且 还要把性命都丢掉 可怜什么 这都是他旧游自取 乖乖交出陨落新岩塔不就没事了 非要去挑衅 并撞魔剑渊他们 死了活该 就是 就是 看热闹的众人 虽然也觉得魔剑渊等人很嚣张 但并不反感 因为以魔剑渊他们的实力 那是绝对有嚣张的资格 反倒是被迫害的楚轩 遭受他们的鄙夷 冷嘲热讽 没有本事 还这般嚣张 自寻死路的家伙不值得同情 楚轩没在意别人怎么看怎么说 甚至没有丝毫的生气 但莫的目光 迅速地扫过魔剑渊之人 你难道 上一次灭杀云洛园 可是让我收获颇风 你们三个 比云洛园要强不少 不知道 身家是不是也比云洛园要丰厚许多 希望你们不要叫我失望啊 找死 虽然楚轩说话的声音很轻 但魔剑渊等人的修为非常强大 还是听了个清清楚楚 三人 通通暴怒 一个从头到尾 都没有被他们放在眼里的货色 竟然也敢扬言要反杀他们 还要洗劫他们身上的宝物 如此狗胆包天 尾时可恨 轰轰轰 三道无疲可不的强恨威势 作然从他们的体内爆发而出 天地惊颤 实质的空间波纹 惊涛海浪般席卷开来 看得四周众人心惊胆颤 惶恐不已 纷纷地迅速后退 免得被波及进去 因为光是绽放出的威势 就已经这般强横 可想而知 若是魔剑渊出手 又得是多么的可不 要是不小心被名波及出去 重创倒还好 就怕死在了里面 到时候可真是没楚书里 哭都来不及 三股可不的威势疯狂宣泄而来 寻常的大胜禁酒品 若遇到这样的威势镇压 怕是都会难受无比 抵挡不住 楚轩那一头的紫发环 有身上的紫袍 在可不威势的冲击下 随风烈烈 但他那略显消瘦的身形 却好像定海神针般 任你风浪滔天 我自为然不动 甚至 楚轩的脸上 依旧保持着风轻云淡的神色 继续悠悠一语道 你们想玩 但是很抱歉 楚某没有时间陪你们玩 刷 当话音落下的那一刻 楚轩的身形也随之动了 虚空直接被他那快到极致的身形撕裂开来 笔直的冲向魔剑渊 因为速度太快 楚轩的身形都模糊了 如同一道索相逼逆的紫色皮链 好快 见状 魔剑渊瞳孔猛然一缩 但 他手头上却没有半分迟疑 抬手一掌横推出去 掌心中立即喷勃出一股黑色洪流 怒好着向楚轩奔腾而去 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出来 魔剑渊的确是比云洛园强大太多 当时 云洛园面对楚轩这惊人的速度之时 很难做出反应 但是魔剑渊却可以 而且还能在楚轩杀致之时 发动反击 高下立判 魔剑渊此刻激发出的攻击 相当的凶悍 寻常九品大圣镜都未必敢硬抗 但 楚轩却仿佛没有看到似的 依旧笔直前冲 似乎要以圣体 直接撞碎横渡那黑色洪流 真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蠢货 看到这一幕 旁边的一青云合中万言 当即被其的破口大骂起来 魔剑渊的渊民圣元力 不仅拥有着凶猛的攻击威能 而且还拥有着恐怖的腐蚀效果 再加上他所三物的本源道 非常弃合渊民圣元力 故而能够将渊民圣元力的效果大大增幅 哪怕是走炼体一道的大圣境巅峰 若是不以元力护体 加上防御元气 都不可轻易接触魔剑渊的渊民圣元力 这个楚轩却妄图单纯以圣体硬抗 这简直就是在自杀 早知道这个楚轩这么会做死 当时就不该答应让魔剑渊第一个出手 一青云合中万言越想越气 脸上煞气腾腾 恨不得将楚轩碎尸万段 他们和魔剑渊约定好 谁先杀了楚轩 陨落星炎塔就是谁的 他们都觉得 楚轩这么嚣张 肯定有几分本事 再不计也能抵挡魔剑渊一朝不死 到时候 他们就能捡便宜了 可是谁能想到 楚轩竟然自杀 他们心心念念地陨落星炎塔 要落入到魔剑渊的手中 与他们无缘了 慈宝 不仅象征着此届元界盛会的第一名 其本身所具有的价值 也是相当不错 楚轩害得他们失去慈宝 怎么能不痛恨楚轩 另外一边 魔剑渊确实满脸开心的笑容 道 呵呵 没想到这么轻松就能得到陨落星炎塔了 说起来 还得感谢楚轩这个蠢货呢 既然你帮了我这么大一个忙 那我也就大发慈悲一次 让你死个痛快吧 江云 江星 我们快出手就一救楚兄吧 钟万言和一清云的对话 并没有丝毫遮掩 贝罗言听了葛珍珍切切 当即 他们脸焦急地看向了江云和江星 打算集合众人之力 将楚轩给救下 不用 江云和江星淡定无比的拒绝 他们可不相信 自己的夫君会做出自杀这样的蠢事 既然楚轩敢那么做 就代表着楚轩有绝对的把握 所以 老实在一旁看着就行 以他们的实力 上去不仅帮不了忙 反而还可能添乱 虽然这些事情 输来极长 但实际上 只是过去一两个刹那的时间罢了 当各方的对话刚刚落下之时 楚轩那横冲直撞的身形 方才蛮横的与那可不黑色洪流 蛮横的对碰在一起 轰 一声俱响 天地皆惊 楚轩的圣体内 陡然有映照朱天的灿烂紫色光滑爆发出来 那 并非是楚轩的鸿蒙原力 是血肉自动散发出来的 虽然魔剑渊等人 让楚轩感觉到了威胁 但 也只是私私而已 而且 还是三人在一起 才让楚轩感觉到私私威胁 现在他所对付的 仅仅只是魔剑渊一个罢了 如此情况下 楚轩自然不可能去动用他那宝贵的鸿蒙原力了 轰东轰 下一刻 又是一道轰鸣声响起 只见那黑色洪流 如同拍击在山崖之上的海涛 在楚轩那散发着冲销紫色光滑的销瘦身形之下 被撞击的粉身碎骨 化作无数黑色颗粒 向着四面八方飘散而去 徐徐消弥无形 而楚轩的身形 则是毫发无伤 滑贵无比的紫色光滑 依旧在普照天地 神圣而威严 第4690章掉打三强上 怎么可能 当看到楚轩以狂野姿态 毫发无损的撞碎魔剑渊的 攻击之时 钟万言何以轻云的脸上 瞬间浮现出一抹难以置信的震害神色 惊呼起来 当然 最为震害的莫过于是魔剑渊本人 因为没有人比他更清楚 自己刚才那番攻击到底有多可怖 他低吼道 不可能的 这绝对不可能 就算是大圣镜巅峰 也无法以纯粹的圣体撞碎我的攻击 除非 你不仅是走链体一道 而且还拥有特殊圣体 魔剑渊倒是有些脑子 猜测出来楚轩所拥有的并非是寻常圣体 而是特殊圣体 不过 就算打死魔剑渊都想不到 楚轩所拥有的鸿蒙道体 不仅是特殊圣体 更是逆天道放眼整个圣元界 都没有一具特殊圣体 能够与之比肩 连魔剑渊 中万言和一青云之流 都被这一幕给震害得不轻 就更别提旁人了 所有人都被骇然到神色呆滞 张大的嘴巴 却说不出半个字来 整个场面 除去那黑色洪流碎片纷飞的声音之外 便再无任何声响 可谓一片死急 然而 楚轩却没有兼功夫理会这些 撞碎黑色洪流的他 身形并未有半分停顿 继续以惊人的速度 朝着魔剑渊狂飙而去 眨眼间 便来到后者面前 轰 楚轩二话不说 将鸿蒙到底更进一步的激发 华贵的紫色光滑凝聚在拳头之上 如同一轮紫色的骄扬 笔直地朝着魔剑渊轰了过去 拳风过楚 虚空狠狠扭曲 继而爆炸 实质的空间波纹裹挟着无数空间碎片 排山倒海的席卷开去 可见这一拳之威 到底是有多么的凶悍可怖 明与善 渊明风暴 魔剑渊心头滋生出一股强烈的危机感 当即大喝一声 将体内的原力催动到极限 贯注到他刚刚得到的那柄上品元气级的黑色羽扇之内 虽然 此宝他是刚刚得到手的 但此宝无主多年 内部没有任何烙印 魔剑渊自然是拿到手就能使用 虽然无法发挥出全部威力 但最起码也能发挥一般 可谓他的攻击带来不俗的增幅 呜呜 一扇挥舞 一股充满恐怖腐蚀气息的黑色风暴出现 疯狂旋转 不仅想要挡住楚轩这一击 更是想要将楚轩给绞碎 魔剑渊的实力的确很可怕 尤其是他修行的渊明元力和本元道 更令人头疼 不敢与之轻易接触 但他这次运气不好 遇到了楚轩 他那种程度的腐蚀之力 根本奈何不得楚轩的鸿蒙倒体 最引以为傲的能力没有了作用 魔剑渊的战斗力 立即就是大打折扣 扑 看似凶悍的黑色风暴 直接被楚轩那简单的一拳以摧骨拉朽之势击溃 没有起到半分阻挡的作用 见状 魔剑渊脸上的震撼神色又浓郁了几分 不过 他手头上的动作却没有半分迟疑 继续疯狂舞动那鸣羽扇 黑色光芒闪耀 将他保护起来 轰东砰 扑斥 楚轩的拳头重重落在鸣羽扇之上 狂暴的威力珊呼海啸般的宣泄出来 直接碾碎了层层防御 轰得这把上品元气级别的鸣羽扇都悲鸣战斗 进而暗淡无光 紧接着 一股恐怖的力量透过鸣羽扇轰击到魔剑渊身上 让他身形一阵战力 而后忍不住一口溺血喷出 并且狼狈地导射出去 这还是因为魔剑渊身上穿着一件最起码是中品元气级别的防御内甲 外加 他自身也有一些防御 若非如此 承受楚轩这一拳 他绝对不只是吐血导飞那么简单 这家伙到底是什么圣体 怎么会如此恐怖 导飞的魔剑渊 连随脚血肌都忘记擦拭 因为他现在的心神 正在剧烈地站立着 而且 还有一股后悔情绪滋生出来 因为事情都到了这地步 他就算是一个白痴 都知道 自己今天是踢到了铁板 若是早知道楚轩如此凶悍 他绝对不会来招惹 现在好了 之前他态度有多高高在上 此刻脸就被打得有多恨 丢人丢到家了不说 而且 还将承受严重的后果 楚轩看了倒飞的魔剑渊一眼 没管他心中想什么 也没有去乘胜追击 通过刚才的交手 他已经摸透了魔剑渊的实力 虽然不错 但与自己完全不是一个级别的 巅峰状态下的魔剑渊 尚且是如此 现在此人已经被自己击伤 战力受损 自然就更加的不足伪律 与其浪费精力乘胜追击 倒不如先将中万炎和一清云 先给解决再说 一个个之前那般高高在上 叫嚣得一个比一个厉害 如此 今天就一个都别想走了 刷 念头落下 楚轩身形在动 恍若顺一般 出现在中万炎和一清云的身边 而后 一双拳头如同双龙出海 一直地朝着两人狂轰过去 却言诀 血眼裂 远海见惊 剑韬狂飙 一股强烈的危机感 骚然涌现在两人的心头 接着 中万炎和一清云猛然催动圣绝 让体内磅驳的原力和本源道都沸腾起来 而后 同时催动自己刚刚得到的那件上品元气 施展出攻击圣绝 强势反击 中万炎戴在手上的银色拳套 在原力的灌注下 明科在其上的那些符文被激活 绽放出夺目无比的银色光辉 然后 有一股充满霸裂气息的血色阎光 从其中奔腾出来 血色与银色纠缠 化作了一轮血荧光球 猛烈冲撞出去 另外一边 一清云双手握住那柄蓝色神剑 一剑劈出 顿时有一片一片汪洋大海般的蔚蓝色剑王 疯狂地席卷出去 欲要将天地都淹没 虽然 因为是处于震害之时 突然遭受到楚轩的袭击 让中万炎和一清云在仓促之下 无法施展出自己最强的圣绝迎战 但 他们此刻所释放的功法 也非同小可 寻常九品大胜都不敢硬抗 然而 面对这样凶猛强大的攻击 楚轩的脸上 却浮现出一抹不屑 彭 彭 彭 一如之前魔剑约那般 不管是血淫光球也好 还是那惊涛骇浪般的蔚蓝色剑王也罢 在楚轩的一双拳头面前 完全没有对抗之力 接触的瞬间 便是被催骨拉朽地打爆了 下一刻 中万炎和一清云也是咳出一口溺血 身形导射出去 第4691张吊打三强 下 看到这一幕 在场众人不仅被震撼到 脸上的呆滞神色更加浓郁 甚至是脑袋都一片空白 虽然一切说来极长 但实际上一切都发生在一瞬间 电光使火都无法去形容 从开始到结束的短暂 然而 就是这么一段短暂到令人发指的时间 楚轩先后江魔剑渊 中万炎和一清云 这三位此行所有子及圣光使中最强的三位 给打得倒非可血 试问 亲眼目睹这样不可思议的一幕 众人怎么能不被震撼到无以复加 太牛了 这个楚轩 绝对是本界 不 不只是本界 放到以往任何一界的元界盛会中 他都会是最耀眼的黑马 五人能出其左右 以楚轩展现出的实力 估计都足够当拦极圣光使了 我似乎已经看到了 一颗药木无比的星星 正在冉冉升起 要在不久的将来 惊动整个百红玉 众人稍稍从震撼中回过神来 立即爆发出热火朝天的议论声 每个人看向楚轩的目光 都充满了崇敬 还有畏惧 再也看不到半分比一 之前 他们都觉得楚轩是不知天高地后 才会那样 此刻 已经见识到了楚轩的实力那么强横 自然不会再有这样的想法 也不敢有 楚轩依旧不在意众人对他的看法 望着倒飞出醋万丈后 才勉强稳住身形的魔剑渊三人 冷笑道 所谓的此行最强的三位子及圣光使 原来也只不过如此罢了 一个个还好意思说别人狗胆包天 实际上 你们才是真正的狗胆包天 就这点实力 也敢挑衅楚某 还想夺楚某的宝物 你们从哪里捡来的这勇气 真是愚蠢到无可救药 不知死活 该死的混蛋 魔剑渊等人 正在为楚轩的强大而心惊胆颤 但是听到这句话后 心中所有的惊剧 都在这一瞬间 被一股狂怒焚烧成灰烬 一个个的脸色和眼神 真是变得要多难看就有多难看 狗胆包天 愚蠢 不知死活 这些 本来是他们对楚轩的评价 然而此刻 却被楚轩悉数奉还了回来 这打脸打得也太狠了 他们可是高高在上的天才 子及圣光使 何曾受到过这样的屈辱 魔剑渊双目赤红 咬牙切齿的低吼道 钟万炎 易青云 咱们联手杀了此子 好 几乎没有任何考虑 钟万炎和易青云直接点头答应 他们今日所遭受的耻辱 实在是太大了 若不将楚轩斩杀 以其鲜血来洗刷耻辱 消息传出去之后 他们不仅要身败名列 沦为笑柄 而且 以后就只能在楚轩的阴影之下 四色发抖地活下去 将会极大的影响修炼 不管是为了颜面名声 还是为了未来的修炼之路 今日 都必须将楚轩灭杀 杀 魔剑冤昂首利孝 周深所有的原力都在此刻沸腾爆发 他脚掌猛然一跺地 万里方圆的大地顿时在一股恐怖力量的轰击下 四分五裂 那些裂痕犹如一道道深渊 其中有磅薄无匹的黑色气息冲天而起 汇聚在空中 形成了一尊模糊的巨大黑影 大明魔光 巨大黑影张开仿佛可吞噬天地的血盆大口 一道道黑色光束带着可怖的气息 犹如倾盆暴雨般从其中飞射出来 铺天盖地的杀象楚轩 另外一边 中腕炎也是再度出手 全力轰出带着银色拳套的双拳 一尊弥漫无边狂暴气息的血盈剧全出现 毕青云也是竭尽全力的爆发 手中蓝色神剑一斩 释放出一道凝练到极致的蔚蓝色剑芒 之前 三人的出手都有些仓促 根本无法发挥出最强的实力 然而此刻 他们却是全力以赴 施展出的都是最引以为傲的杀法手段 微能比之前可是强横了许多 没用的 在绝对的实力差距面前 任由你们如何拼命 都无法改变什么 楚轩神色淡然地说道 不过 他虽然嘴巴上说得轻松 但是却没有半分大意 魔剑渊他们的实力还是很不错的 三人联手拼命爆发 他也得认真应对 免得阴沟翻船 楚轩双拳一握 鸿蒙倒体的力量被激发到极致 血肉中散发出的紫色光芒 更加的药木与滑贵 紧接着 他的身形再度动了 向着魔剑渊等人暴力而去 碰咚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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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楚轩没有动用原力 也没有修行任何圣诀 所以他的战斗方式非常的简单粗暴 看起来非常狂野 换作旁人 敢用这样狂野的方式去战斗 就算实力超过魔剑渊他们 也是杀敌一千自损八百 但楚轩的圣体实在是太拟天了 他不仅毫发无伤 而且取得的成果 也是十分的刺激眼球 这家伙 魔剑渊等人满脸的绝望 他们 已经拼尽全力了 可是 却伤害不了楚轩丝毫 反观对方 随便一拳一脚 就能打碎他们引以为傲的攻击 这还怎么打 在楚轩那狂野至极的攻势之下 不过两三个呼吸的时间 魔剑渊等人倾尽全力爆发出的攻势 便已经是悉数被破解了 就在这时候 楚轩突然爆喝道 这三件元气落在你们手中 完全就是明珠蒙尘 还是交给我吧 雨落的瞬间 楚轩的手掌猛然拍出 直接抓向魔剑渊等人手中的上品元气 一股凶猛的力量笼罩下来 就要将那三件上品元气夺走 魔剑渊等人脸色为变 拼命地想要阻止 但 他们并未彻底练化那三件上品元气 而且那股笼罩下来的力量 太过霸道了 他们根本无法抵挡 在那股霸道凶猛力量的冲击之下 他们紧握元气的双手 直接被震得血肉模糊 骨头仿佛都要被碾碎 吃痛之下 只能放手 眼睁睁地看着自己 好不容易才得到的元气 被楚轩隔空夺走 该死 魔剑渊等人牙字欲裂地咆哮起来 被楚轩打得毫无还手之力 现在 元气还被楚轩当面夺走 这完全就是吊打 他们可从未遭受过这样的奇耻大辱 一个个简直要被气炸了 这样变弃成这样了 呵 我要拿走的 可不只是这些 剑状 楚轩冷笑起来 三件上品元气虽然价值珍贵 但是 想要满足他的胃口 可还远远不够 第4692章洗劫 刷 话音落下 楚轩再度动了 身形迅如闪电 猛弱雷霆般的杀下魔剑渊等人 楚轩行动的速度快 但是出拳的速度更快 刹那间杀至魔剑渊等人面前后 瞬间不知道挥出了多少拳 漫天都是紫色的拳影 遮天蔽日 淹没空间 每一拳都霸道凶猛至极 见状 魔剑渊等人也顾不上恼怒了 感受到浓烈威胁感觉的他们 一个个瞳孔很缩 脸上浮现出金句的神色 不过 好歹也是八品大圣镜修为的子极圣光使 纵然心中骇然 却也不会坐以待毙 只听他们嘶吼一声 拼命地将原力 本源道还有修行的圣诀给催动到极限 而后猛烈地进行反攻 轰东砰 轰东砰 阵龙发聩的碰撞声 轰鸣声 不断地响彻起来 扑痴扑痴扑痴 魔剑渊等人爆发的威势很强 但可惜 实力上的差距 就算拼命爆发都无法弥补 之前 他们还是巅峰状态的时候 都不是楚轩的对手 更何况现在受创 战斗力严重下滑 自然就更加不可能是楚轩的对手 很快 他们就在楚轩那一双拳头的狂轰乱炸之下 节节败退 口中还在不停地咳血 要逃吗 该死 今天不会死在这里吧 魔剑渊等人肝胆俱颤 两眼中充满了掩盖不住的畏惧光芒 他们有心逃跑 但是 他们心中最后的骄傲 若是不允许他们那么做 真要那么做了 以后不仅要遭受耻笑 抬不起头 未来也会因为笼罩在楚轩的阴影之中 修为方面难以有半点进步 可是不逃的话 他们连未来都不会有 怕是会陨落在这里 一时间 魔剑渊等人纠结无比 楚轩似乎察觉到魔剑渊等人的心思 目光一宁 大鹤道 魔剑渊 钟万言 一清云 若不想死的话 就把你们身上所有的宝物都交出来 如此一来 楚某可以放你们一马 有如此提议 并非是因为楚轩心词手软 而是因为 魔剑渊等人的实力不俗 如果一心想好的话 除非楚轩动用鸿蒙原力 否则的话 很难将这三个家伙全部留下 至多就留下一个 首先 楚轩不想在区区一场元界盛会中 曝露出自己太多的实力 其次 他的鸿蒙原力还未彻底地完成转化 在这种情况下 若是动用鸿蒙原力的话 一定会影响到后面的转化 为了急杀魔剑渊等人 付出这般代价 在楚轩看来 那可是相当的不值得 再有 他出手对付魔剑渊等人 为的可不是急杀这些家伙 而是他们身上的宝物 若是可以通过靠口威胁几句 就可以轻松洗劫这些家伙身上的宝物 放他们一条生路 倒也无不可 反正这三个家伙 根本不足为虑 你做梦 我们就算是死 也绝对不会答应你的 然而 面对楚轩好不容易的一次大发慈悲 魔剑渊等人却是不知好歹 几乎是想都不想 便是开口力笑抱吼着拒绝 他们 在忠目睽睽之下被楚轩强行夺走元气 已经是奇耻大辱 若是再主动交出宝物 让楚轩给洗劫了 那就等于是被钉在耻辱柱上 他们的自尊心 根本无法接受 楚轩眼神一冷 喝道 既然想死 那就成全你们 轰 楚轩身形如闪电般爆掠出去 散发着紫色光芒的拳头扬起 笔直的狠狠轰向魔剑渊 这一拳 让魔剑渊嗅到了死亡气息 害得他神色巨变 大吼着将所有原力凝聚在双臂之上 交叠在一起充当盾牌将自己保护 可惜 这一切依旧只是徒劳 楚轩拳头落下 其中蕴含的霸裂凶悍微能宣泄出来 直接击碎了魔剑渊的双臂 而后 将他的胸膛砸得深深的凹陷下去 喷血倒飞出去 重创轰飞魔剑渊之后 楚轩反手一直点向中万言 直接击穿了后者的眉心 再然后 楚轩又是一脚横扫而出 重重地踢在一青云的身上 瞬间 让后者的半边圣体 血肉崩溃 楚轩的攻击 看似无比简单 但是每一次的攻击微能 都十分凶悍 不仅轻而易举 把魔剑渊三人给打得凄惨无比 最为吓人的是 三人的生命力 也因此锐减了两成 加上之前受创所损失的生命力 只要这种凶猛的攻势再来各四五次 他们的生命力将消耗一空 绝对必死无疑 感应到自己的情况 魔剑渊等人心神战力 声色力查地喝道 楚轩 你敢杀我们 我们背后可是有三尊七星势力 你已经杀了云洛源 他背后的七星势力 原金宗绝对不会放过你的 你若再杀了我们 就是与四尊七星势力 不死不休 到时候 就算你再厉害 也要给我们陪葬 不如大家现在停战 就当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 我们可以发誓 以后井水不犯河水 他们不能逃 一逃就身败名裂 以后的修炼之路也将中断 但是 他们却也不想死 他们可是有辉煌前程的天才 怎么能在还未彻底成长起来的时候便陨落 故而只能恐吓楚轩 希望及此化解危机 三人联手 却只能靠着背后的势力去振折恐吓别人 这可是一件相当丢人的事情 但是在丢人 也不会有逃跑丢人 也远远好过当场陨落 文言 楚轩笑了 道 你们说的没错 以楚某现在的实力 若面对四尊七星势力的报复 那是绝对抵挡不住的 毕竟 七星势力可是有高品质圣镜强者坐镇的 听到这话 魔剑渊等人心头燃烧起一片希望 既然楚轩也知道被四尊七星势力报复的后果 那就代表很有可能心存忌惮 不敢真的痛下杀手 然而 就在这几人心头刚升起希望的时候 楚轩下面一句话 却将他们重新打落深渊中 只听楚轩冷笑道 若是之前 楚某会很忌惮你们背后的七星势力 但是现在 四个七星势力 呵呵 对于楚某而言 可算不了什么 楚某为这次元界盛会的第一名 加上楚某之前的种种表现 想来今日在场的那些九星势力 任何一家都极为欢迎楚某 而且一旦加入进入 就会受到重点栽培 到了那时候 楚某就是九星势力的重要成员 你们背后的七星势力 除非是想被灭门了 否则 给他们一千个一万个胆子 都不敢找楚某报复 反而要想方设法 来化解你们跟楚某建立的仇怨 免得被楚某成长起来之后迁怒 第4693章元界结束 听到这番话 摩剑渊等人脸色陡然苍白 因为他们不得不承认 楚萱说的乃是事实 实力 远远不及楚萱 现在连靠山背景 也马上就要被楚萱给远远超越 想到这里 摩剑渊等人那战力的心神 立即坠落到绝望的深渊之中 楚萱又是冷冷一笑 接着立鹤道 再给你们最后一次机会 要么交出身上所有的宝物 要么 死 我们 摩剑渊等人张了张嘴 似乎想要说些什么 之前 他们的态度可是十分强硬坚决的 但是此刻 却是迟疑动摇了 很明显是因为楚萱之前的一席话 让他们落入到绝望中 哗啦 楚萱眼神冰冷 没有任何废话 惊人的杀意汹涌而出 直接笼罩了过去 当即 摩剑渊等人便感觉到一股彻骨的冰寒之意 不仅四周的空间仿佛凝固了 他们自身也是毛骨悚然 浑身僵硬 姓楚的 算你狠 我们给 摩剑渊等人咬牙切齿的低喝道 因为他们深信不疑 只要自己再敢有半句废话 楚萱绝对立刻痛下杀手 虽然就这样被洗劫所有身家 损失很大 也很屈辱 但总好过丢了性命 尊严之类的 在性命面前 完全不值一提 很好 楚萱面露笑容 接着道 对了 提醒你们一句 希望你们身上的宝物价值足够让我满意 若是太差劲 让我不满意 很抱歉 那可买不了你们的性命 汤 摩剑渊等人冷恒一生 而后在楚萱其代的目光注视之下 满腔屈辱地打开了自己的储物元气 一股脑地将里面的宝物都倾泻出来 瞬间 宝光四射 香气弥漫 摩剑渊等人取出的宝物五花八门 有元经 有元气 还有一些圣觉的修炼秘籍 但要天才地宝 可以说是什么都有 这三人的所有身家累积在一起的价值 足以让一名中品的至圣竞强者都掩热 不错 不错 的确如我所料 你们三个每一个的身家 都比那云洛园要丰厚 而且是丰厚许多 楚萱眉开眼笑 有了这笔颇为丰厚的收获 她有绝对的把握 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鸿蒙原力的转化 困扰她许久的这个问题 终于可以解决 心情自然格外的好 接着 楚萱笑咪咪道 多谢三位 楚某不客气了 话音落下 她将袖袍一卷 便是将所有的宝物都隔空收取过来 放入到自己的储物元器中 姓楚的 我们现在可以走了吧 魔剑渊等人脸色要多难看 有多难看的沈生道 楚萱微笑道 当然可以 楚某向来言出必行 不过 还是要再善意地提醒几位一句 你们花钱买命的机会 只有这么一次 若是下次再犯到楚某手中 可就不会那么走运了 出话的时候 楚萱深邃的紫眸中 有一缕寒芒骚然飘过 魔剑渊等人已经领教过楚萱的厉害 所以 哪怕是后者的一道眼神 都让他们心头一寒 不过 表面上却还是硬着头皮冷痕道 姓楚的 这次的事情我们记下了 有朝一日 一定会如数 不 是加倍讨还回来 文言 楚萱嘴角挑起一抹倾笑弧度 自己都未曾动用鸿蒙原力 只是单纯的依靠圣体的力量 便将这三个家伙打得满地找牙 此行结束之后 他的鸿蒙原力就能完成转化 还有时间去三物本源道了 并且 他还得了一部不错的中品圣诀 不灭原精 以及那陨落新岩塔之上 好像也记载着一部 比不灭原精更加强大的圣诀 到时候 他的战斗力又将突飞猛进一大截 现在都不是自己的对手 想等自己实力暴涨之后找回场子 异想天开 痴人说梦 被自己踩在脚下的敌人 不会再有找自己报仇的资格 以前不会有 以后 也不会有 似乎感觉到了楚萱笑容中的清夜 魔剑渊等人的神色又难看了几分 但却也不敢做过多的挑衅 免得惹怒了楚萱 现在出手及杀了他们 只能转身欲要离开 嗡 然而 就在三人欲要转身离开的瞬间 天穷之上 突然变得明亮起来 却是一颗好似星辰般的光团 不知道何时出现在那里 肆意挥洒着如星光般灿烂的光芒 同一时间 所有人的身上 都传来了一阵震动之感 楚萱眉头一挑 将那震动之物取出 不是别的 赫然是进入元界之时 心急承发给每个人的顿心欲服 元界之行 到此结束了 楚萱笑容满面 江云和江星还有 盐锤小辈的成员 也是如此 他们乃是此次元界 盛会最大的赢家 当然开心 在场的其余人 这时候也忘记楚萱 所带来的震撼 看着天穷之上的 那枚星辰光团 脸上充满了喜悦 与期待的神色 能够一直待在元界到现在 每个人身上肯定 都有不少的收获 虽然无法跟楚萱的收获 相比较 但对于他们自己而言 却也已经是极为的不错 而且 他们虽然在元界中表现平平 但 只要在第二轮的检测中 获得不错的成绩 还是有机会加入九星势力的 有不错的收获 还有机会加入九星势力 他们当然也开心 该死 扑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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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有魔剑冤等人 在看到这一幕的时候 脸色陡然变得非常难看 满脸都是那种恼羞成怒 到了极点的情绪 最后悲愤无比的昂首立笑一声 然后忍不住喷出一口鲜血 很明显 这是被弃的 也不怪魔剑冤等人如此气愤 这元界盛会结束的真是太不是时候了 按照元界盛会的规矩 一旦出现新陈光团来接引众人 就代表着元界盛会结束 这个时候 谁都不允许再出手 否则的话 就是挑衅元界盛会的主办方 也就是九星势力新集成 谁敢 谁都不敢 这也就是说 他们刚才若再多坚持一会 以他们的实力 就算不敌楚轩 但坚持这么一段时间 那是绝对没问题的 若是那样做的话 他们不仅不用再受到楚轩的威胁 也不用惨遭楚轩喜劫 完全可以避免遭受如此巨大的耻辱 可惜 他们没有那么做 选择了屈服 让自己被定在耻辱柱上 就因为一念之差 导致了这般结果 试问 魔剑冤等人怎么能不背弃的吐血 第4694章抉择的烦恼 你们的运气 真的是太不好了 楚轩唯唯一笑 旁观的众人 也均是向魔剑冤等人 投去同情的目光 扑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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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见状 魔剑冤三人差点被气炸了 只觉得喉咙楚一阵欣慰狂涌着 而后猛然又是一股鲜血狂喷出来 眼前也是忽明忽暗 好像要昏厥过去 楚轩笑了笑 没有继续搭理这三得倒霉透顶的家伙 回头看向罗延等人 道 我们走吧 话音落下 楚轩 江云和江星 还有罗延等言锤小队的成员 一起将顿心玉符催动 嗡 顿心玉符轻颤 散发出一股玄妙波动 引动了悬挂在天穷之上的那颗星辰光团 有道道光束投射下来 将众人笼罩 刷 光滑一闪 楚轩等人的身形便是消失不见 在场的其余人 也开始催动顿心玉符离开 很快的 这座原本颇为热闹的遗迹 便是空空荡荡的没有了人影 当眼前的光芒消失之后 楚轩等人已经重现回到了元界盛会的会场 那就是楚轩嘛 这个楚轩除了模样帅一点之外 其他方面看起来都是平平无奇的 然而没想到 他竟然那么牛 以一己之力吊打魔剑冤等人 真的是太牛了 星吉城举办元界盛会有史以来最大的黑马在今天诞生了 我有预感 此人的姓名将在不久的将来 想撤整个百红玉成为我们百红玉最顶尖的年轻强者之一 也不知道这楚轩会加入哪家九星势力 是星吉城还是正火教还是正天书院 以楚轩的表现 且取得陨落新岩塔成为本界元界盛会第一的成绩 估计七大九星势力随便他挑 我等消尽了脑袋都想加入一个九星势力 然而到了人家楚轩那里 却是任由他选择 想加入哪家 哪家都会敞开大门欢迎 真是人比人气死人啊 当楚轩现身的瞬间 耳边便是传来山崩海啸般的各种声音 在场的每个人都在用不可思议震惊 崇拜羡慕敬畏等种种目光死死冰着他 嘴巴中还不停地发出热火朝天的议论声 当然那诸多道目光中也三杂着许多仇恨的目光 不用说肯定是云洛园和魔剑渊等人背后的势力 不过他们敢做的也就是躲在人群中 用仇恨的目光看着楚轩根本不敢做别的事情 哪怕是报复这种想法都只是在脑海中一闪而是罢了 甚至当楚轩目光扫过来的时候 他们立刻压制了眼中的仇恨 在脸上挤出一抹笔哭都要难看的笑容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们不是笨蛋 都知道楚轩即将飞黄腾达 根本不是他们所能够招惹的 若是敢那么做的话 不仅是他们自己连带他们的势力都要遭受灭顶之灾 形势比人强 他们不得不低头 打碎牙往肚子里面吞选择屈服 楚轩依旧未曾在意四周绵绵不绝传来的议论声 因为他刚回到会场的瞬间 耳畔便传来一阵略带熟悉感觉的传音 楚轩是吧 本尊乃新极城的城主 见你在元界盛会中的表现相当优异 想要邀请你加入新极城 只要你愿意 我新极城一定会以最顶级的待遇来栽培你 让你迅速成长为百红玉年轻一辈中的知名强者 显然 这道传音的主人正是赵承主 听到传音后 楚轩眉头一挑 他早就猜测到 因为自己的表现 会被在场的九星势力看中 然后被他们拉拢 可没想到的是 这些家伙也太过迫不及待了 自己刚出来而已 就马上传音 给出重重允诺 看来 自己还是低估了这些九星势力对自己的重视程度 念及此 楚轩嘴角微微上扬 这对于他而言 可是一桩好事情 但 楚轩并未着急给予赵承主回答 不是因为他待见而故 而是因为赵承主的传音刚落下 耳边又立即传来几道传音 楚轩 我乃是正火教的罗长老 你若加入我正火教 本长老允诺你 每个月会给你十万上品元金 一千颗起码五星级别的丹药 还有一百分起码六星级的天才地宝等修炼资源 除此之外 还可以再给你一件极品元器 散布上品圣诀 楚轩 我乃广韩月宫的林长老 我宫虽然给你一个人的资源 可能比不上其他九星势力 但也绝对不会相差太多 而且 我们还可以将你的两个妻子 也收入到广韩月宫 并成为广韩月宫韩月仙子 我们广韩月宫的个宫之主 只有韩月仙子才有资格担任 而且 只要成为韩月仙子 不仅享受到的待遇不弱于你 甚至 还会有涅槃圣境的强者亲自指点 综合来说 我广韩月宫给予的待遇是最优厚的 楚轩 我乃生死宗的林长老 楚轩 我乃正天书院的巡妇院长 一道又一道传音 带着自己开出的架码 不断地响彻在楚轩耳叛 每一个待遇 都极为优厚 能让至圣境级别的强者 都怦然心动 楚轩 自然也不例外 心情颇为喜欢 但 这份喜悦是伴随着纠结的 七大九星势力都向他抛出橄榄枝 他该选择谁呢 楚轩心中默默盘算 的确是如同广韩月宫的那位林长老所说 虽然广韩月宫给我个人的待遇 是比不上其他九星势力的 但加上给云儿和星儿的待遇 综合起来却是最高的 可是 广韩月宫是走兵夕之路的 不管是我 还是云儿和星儿 都不适合这条路 加入广韩月宫获得的待遇虽然好 但是 却不符合我们 诸如海星牙 三剑宗 都是如此 他们的修行之路 不太适合我和云人还有星人 剩下的 只有星集城 正火教 正天书院和生死踪了 然而 星集城乃是类似于家族势力 加入星集城 等于是寄人篱下 正火教道是不错 他们走的火系修炼道路 非常契合云人与星人 正天书院也可以 此势力海纳百川 书院内各种类型的修炼之法都有 生死踪也是不错 楚轩思来想去 把能排除的势力都给排除 结果还剩下三个不错的选择 一时间还是无法做出抉择 让他想得头都大了 楚轩不由得在心中轻叹 真是烦恼啊 幸好 他这句话是在心里面说的 若是公然说出来 一定会被人打死 太装逼了 第4695章三项检测 既然一时半会 坚难以做出抉择 楚轩便放弃了 马上做出抉择 给赵成竹等人 不卑不亢地回应道 多谢各位前辈的厚爱 但 也正是因为各位前辈 给的待遇都太过优厚 让晚辈迷了心智 一时半会 坚难以做出抉择 不如等第二轮考核结束 晚辈再给答案 各位前辈意下如何 好 赵成竹等人态度和善地回应 话音落下 赵成竹一个眼神示意出去 立即有一名新集成的高层人物站起来 大声喝道 本座乃新集成的云民圣江 先恭喜各位 通过了元界盛会的第一轮考核 初步获得了加入九星势力的资格 接下来 废话不多说 马上开启第二轮考核 第二轮考核一共分为三个类型 第一类型为天赋检测 待会会有一根天赋柱 当你接触天赋柱之后 天赋柱会根据你的天赋折射出对应的光芒 光芒有九种 由高到低分别是 金、黑、赤、橙、红、绿、青、蓝、紫、白 只要达到紫集天赋 便可加入九星势力 但只能先从最底层做起 检测的天赋越高 加入九星势力后 才可以获得更高的地位和更好的待遇 第二类型的考核为元力考核 众所周知 元力也是分品质的 品质越高的元力 威力越强 日后能否顺利破镜提升 也跟元力的品质有着不小的关系 元力的品质由高到低 为超品、级品 九品到一品 只有最起码拥有三品品质 才有资格加入九星势力 最后一类型的考核 是本源道物性考核 本源道物性考核和元力考核的等级一样 这里就不多说了 大家也都知道 修炼到了大圣境之后 便要三物本源道 本源道不管是对战力的增幅 还是对以后的修炼 都极为重要 故而 必须拥有三品级别的本源道物性 才有资格加入九星势力 对了 我刚才所说的每一个考核 都必须最起码达到合格标准 才有资格加入九星势力 只有某一项合格的话 是不会被录取的 懂了吗 懂了 众人朗声回应云名胜江的话 然后便开始交头接耳地议论起来 不愧是九星势力的考核 真的是太难了 寻常修炼者 只拥有一两品的本源道物性天赋 和元力品质 天赋也就是黑级 若是拥有三品级的本源道物性天赋 和元力品质 加上自己的修炼天赋 都能够以普通天才的身份 加入七星级势力了 到了九星势力 竟然只是堪堪抵达入门资格 虽然难了点 但只要加入九星势力 哪怕是堪堪入门的级别 也比寻常七星八星势力中的中等天才 更有前途 这下麻烦了 刚才还一脸喜悦的楚轩 听完云名胜江的话之后 眉头顿时皱起 他没想到 第二轮考核的类型竟然这么多 那天赋考核倒是无所谓 楚轩虽然不知道自己在圣元界中 属于什么级别的天赋 但达到合格标准 他还是有自信的 可是 那原力品质检测 还有本源道物性检测 就麻烦了 他拥有的可是鸿蒙原力 楚轩自信 自己的鸿蒙原力 绝对是最顶级的原力品质 可是据他所知 在百红玉这等上品玉 曾经检测过最高的原力品质 也就是八平左右 他一个下界的飞升者 竟然拥有顶级的原力品质 这消息传出去 绝对是火飞服 因为 原力的品质高低 跟两点有关 首先是特殊的体质 其次就是修炼的圣觉 特殊圣体越强大 修炼的圣觉级别越高 原力的品质才会越高 他的鸿蒙倒体和鸿蒙原力 都绝对不能曝露 否则的话 毅然会引起强者的觊觎 从来招惹来杀身之祸 至于本源道悟性天赋检测 他现在连一丁点的本源道都没三悟 根本无法检测 三项考核 除去第一项天赋考核 楚炼可以去参与之外 后面的两项考核 要么是绝对不能检测 要么是估计什么都检测不出来 这该怎么办 楚炼有点头疼 在楚炼思绪飞转的时候 那些从源界中出来的选手 开始进行检测 检测的过程 自然是有人沮丧有人高兴 沮丧的 自然是因为没有通过考核 好在 就算没有通过考核 也有安慰 首先 能从源界中安全出来 怎么说身上都会有一批 价值不错的收获 而且 这些被淘汰中的选手中 有部分虽然不能达标 加入九星势力的资格 但是却达到加入七星八星势力的资格 在场 可是有不少这种级别势力的观众 他们来此 可不真的只是单纯为了看热闹 也是为了招收新鲜血液 奈何不如人家九星势力 所以 只能在人家不要的选手中 挑选一些还算不错的选手了 至于那些校 毋庸置疑是达到了通过考核的标准 还有的是超越了合格的标准 接下来 他们要默默等待 看哪家九星势力愿意招揽他们 像他们这种成绩平平 不是太过要目的选手 只能被动的等待选择 无法像楚轩那样 西大九星势力任由选择 楚兄 怎么了 旁边的罗言 看出楚轩的神色有些不对劲 不由得询问道 没事 是关自己的机密 楚轩自然不会说 只是摇摇头 然后道 罗兄 你们先去检测吧 好 见状 罗言只能点点头 而后领着罗苗等言锤小队的成员 上前去检测 经过检测 罗言的天赋为蓝集 原力品质为五品 本源到物性为四品 罗苗的天赋 也是蓝集 原力品质为五品 本源到物性为物性 比他跟罗言还高了一品 两兄妹 全部都达标了 然而 整个言锤小队 也就两兄妹达标了 其余成员全部被淘汰 一开始进行检测的 都是那些较为普通的选手 待到他们检测完毕之后 那些知名的天才级选手 方才入场进行检测 重要的人物 额压州出场麻 这些知名天才选手 通过考核那是绝对没问题的 只不过是个向天赋成绩高低不同而已 但最起码 都拥有蓝集天赋 六品原力品质 六品本源到物性 很快 大部分的知名天才选手都检测完毕 这时候 三道身影刷刷的飞入场中 正是魔剑渊 钟万炎和易青云 第4696张白色 魔剑渊三人依次冷着脸上前检测 易青云的天赋红色集 原力品质为七品 本源到物性也是七品 钟万炎和魔剑渊也是如此 不过 同级别也是有高低的 同一级别的天赋 又要细致划分为普通 中等 上等 顶级四个小级别 易青云的三项天赋 在该级别中只能属于中等 钟万炎是中等天上 魔剑渊最为厉害 三项天赋全是该级别中的上等 不过 天赋高低 只是能预判未来能走多远罢了 并不绝对 未来能走多远 主要是看机缘 若机缘不断 哪怕是低级天赋 也有可能成为盖世强者 若没有什么机缘 甚至是厄运不断 就算是最顶级的天才 也得半路夭折 魔剑渊三人 早就在事先进行过检测 知晓了自己天赋为何级别 所以此刻面对检测的结果 一个个都是无喜无悲 在检测结束的一瞬间 便是转过身 死死地盯着不远处的楚轩 他们可是极为地痛恨楚轩 恨不得把楚轩碎尸万段 但是楚轩现在实力不仅比他们强 名气也是如日中天 深受七大九星势力看重 他们根本没有机会 也没有资格报仇 想要报仇的唯一可能性 就在这三项天赋检测之上 只要楚轩的天赋 不是超越他们太多 他们日后就还有机会报仇 当魔剑渊三人检测结束之后 在场还没有检测的 便只剩下楚轩江云和江星 顿时 一道道目光朝着他们望去 准确地说 是在看向楚轩 江云和江星在元界之中 并无什么出色表现 所以自然也就不会多引人注意 就算有人注意良女 大多也是因为他们的美貌 算了 走一步看一步吧 在那一道道目光的注视之下 楚轩压下心头的烦躁 起身朝着前方走去 很快 楚轩便来到了天赋检测柱 两米多高的石柱之上 鸣刻着无数神秘玄妙的 符纹 中间 还镶嵌有九颗颜色不同 如宝石般的晶体 检测的方式很简单 向着天赋检测柱滴入一滴自己的精血 镶嵌在上面的宝石 便会折射出与天赋级别对应的光芒 So 楚轩曲之一谈 一滴散发着滑贵紫色的鲜血 便从指尖楚飞射出来 落入到天赋检测柱 当即 天赋检测柱之上的那些神秘符纹 便开始逐一亮起 待到那所有符纹都亮起之后 开始有一股神秘的力量被激发出来 朝着镶嵌在石柱之上的那些宝石涌去 翁 一股妖目的光芒 绽放出来 瞬间 全场寂静 每个人都被震害了 两眼中满是不可思议 难以置信的光芒 甚至连赵成竹等人 都有些不淡定了 然而 全场之所以如此 并非是因为楚轩检测出的天赋级别非常高 而是太低了 亮起的宝石 赫然是第一颗白色宝石 怎么会是最低级别的白色 这怎么可能 楚轩这么牛的存在 怎么可能只拥有最低级的白色天赋 震害了约莫一两秒后 众人回过神来 刹那间 全场都是此起礼伏的哗然之声 这 这 这 哈哈哈哈 当魔剑渊等人从发愣钟清醒过来之时 心中第一时间涌现出的 是一股无比难堪的情绪 他们检测出的天赋 放眼整个北圣元界或许不算什么 但放眼整个百红玉 绝对是属于一等天才之流 然而 像他们这样的一等天才 竟然被一个只拥有白色及天赋的人 给打得像条死狗 甚至还被洗劫 这是奇耻大辱 然而 这股难堪的情绪还没保持两秒钟 就被一股狂喜所取代淹没 一个个昂首仰天大笑起来 笑得前腐后仰 眼泪都快飙出来了 可想而知他们有多高兴 这也难怪 他们一个个虽然满心仇恨暴富 但是却也明白 自己想要报仇的可能性 为乎其为 甚至若是敢去报仇 只怕是要死在楚萱手中的 一辈子都无望报仇 然而 没曾想到 竟然柳暗花明又一村 事情出现了如此惊人的转折 念及此 魔剑渊等人迫不及待的一脸 因很凝笑的看向楚萱 姓楚的 虽然不知道你是怎么变得那么强大的 但是 只拥有白色及天赋的你 再厉害也只是一个垃圾 因为你没有前途了 虽然我等如今惨败你手 但那是因为我们没有彻底成长起来 有朝一日 我等彻底成长起来 杀你如土狗 所以 在接下来的日子 你就每日每夜的都生活在恐惧中吧 哈哈哈哈 好好好 这时候 袁金宗的宗主 还有迪渊宗宗主 血炎公公主 建苍廷之主 也都是高兴的府长大笑起来 之前都不敢怎么表现出来的杀意 此刻弥漫在他们的脸上和眼中 那神情 看起来格外的猙獰 这是怎么回事 楚萱没有理会魔剑渊等人的叫嚣 也没有在意袁金宗宗主等人 那森然可怖的杀意 眉头围皱地看着自己面前的天赋检测柱 他虽然不知道自己具体是什么天赋 但绝对不应该只有最低级的白色天赋 白色天赋 是最垃圾的天赋 由此天赋者 根本不可能修炼到圣境 更别提自己这种大圣境巅峰了 但 天赋检测柱是不会骗人的 他检测出的天赋的确只是最低级的白色 虽然这个白色极为的药木 绝对是白色极天赋中最顶级的存在 可 白色就是白色 再顶级也改变不了这是垃圾天赋的事实 楚萱满心疑惑不解 嗡 然而 就在全场都在为楚萱的天赋感觉到震惊 不可思议 难以置信的时候 那天赋检测柱突然自行战斗起来 怎么回事 众人惊疑不定 这种事情还从未发生过 魔剑渊冷笑道 肯定是这楚萱不信邪 所以偷偷又进行了一次检测 中万言嘲讽道 姓楚的 别白费力气了 天赋检测柱从未出过错 你就是垃圾白色天赋 你再怎么试验 也改变不了这个事实 易青云道 楚萱 接受现实吧 在原界中风光无限 横扫无敌的你 其实就是一个垃圾罢了 第4697章九色齐出 哗啦 魔剑渊等人肆无忌惮的嘲讽声刚落下 天赋检测柱再度绽放出药木无比的光芒 这次 绽放出的光芒乃是紫色 检测出紫色及天赋 是一件非常正常的事情 但是 到了楚萱这里 却显得极为不正常 因为 当天赋检测柱之上 代表着紫色天赋的第二颗宝石亮起之后 那散发着璀璨白色光芒的第一颗宝石 并没有熄灭 依旧散发着意义的白色光芒 这是怎么回事 所有人都迷糊了 一脸不解的神色 按照常理来说 一般只会出现一种天赋颜色才是 怎么到了楚萱这里 确实出现了两种天赋颜色 难道真的是天赋检测柱出错了 不可能啊 别人检测的时候都是好好的 怎么会一到楚萱就出问题 对于此事 连照常主等强者 都有些疑惑不解 唯独那一直以漫不经心态度 坐在旁边的龙婆婆 在看到这一幕后 不仅腾的一下坐得笔直 脸上的神情也是骚然一鸣 两眼中浮现出一抹不可思议 难以置信神色 看龙婆婆的模样 似乎是知道怎么回事 如果这时候 照常主等人注意到 龙婆婆的神态变化 或许可以通过询问来解惑 但是他们没有 因为 哗啦哗啦哗啦 在破天荒地亮起第二颗宝石之后 天赋检测柱依旧未曾停止阵战 紧接着第三颗第四颗 一直到第九颗金色宝石 逐一亮起 绽放出璀璨无比 耀目无比的光芒 九种颜色的光芒 扑天盖地的席卷而出 淹没了整个会场 甚至是把整座星级城都淹没了 让这里看上去一片绚烂 在场众人全部蒙逼 天赋检测柱九色光芒起初 是他们从来没有看到过 甚至听都没听说过的事情 九色起初 竟然是九色起初 在天赋检测柱亮起第二颗宝石之时 就已经颇为震惊的龙婆婆 这时候是彻底地被震害了 一下子从椅子上站起来 发出惊呼声 这时候 赵承主等人望来 虚心求教道 龙婆婆 这个九色起初是什么意思 毕竟是来自西元圣界圣级势力的存在 龙婆婆很快就平定了心中的惊涛骇浪 缓缓地道 很多人都以为 检测出金色级天赋 便已经是最顶级的天赋 其实不然 在金色级天赋之上 还有更强的天赋 金色级之上 有两色起初 就是天赋检测柱同时亮起两颗宝石 然后是三色起初 一直到九色起初 九色起初 才是真正最顶尖的天赋 拥有五色起初的天赋 就有三成机会成就道圣境大能 拥有六色起初的天赋 就拥有五成把握成就道圣境大能耐 拥有七色起初的天赋 那就是八成左右的把握 拥有八色起初的天赋 只要没有意外 必成道圣境大能 九色起初 许多道圣境大能 都未必拥有这样的天赋 说到这里 龙婆婆刚刚平静的心境 又掀起了一些涟漪 每一个圣级势力 都能够管辖一大片的区域 万寿公益是如此 一百个百红玉加起来 都没有万寿公管辖的区域范围大 然而 在万寿公管辖那庞大区域至今的无数岁月中 出现的最优秀的天赋 也只不过是五色起初罢了 这已经是很了不起的天赋了 但与九色起初的天赋比较起来 却是不值一提 小小的一个百红玉 竟然涌现出一位九色起初天赋的妖孽 这让龙婆婆如何能够淡定 连龙婆婆这未来头颇大的存在 都对楚轩拥有的天赋震惊了 更别提赵成主等人 这几位在百红玉可算是一方霸主的存在 此刻 都因为楚轩的天赋 而一脸呆滞 不过 他们很快就回过神来 眼神炽热无比 犹如看着一件西式瑰宝 八色起初的天赋 便能在没有意外的情况下 必成道圣境大能 那九色起初的天赋呢 光是随便猜猜就能知道 不仅必成道圣境大能 而且还会是道圣境大能中的佼佼者 若是能够将楚轩招揽到麾下 就代表以后自己的势力中 能够有一名道圣境大能存在 到时候 自家势力不仅可以借此称霸百红玉 甚至可能向外扩张 而且 还可以保证自家势力的万事辉煌 恋即死 照城主第一个大贺道 楚轩 只要你愿意加入新集成 之前隐莫你的条件 本城主提升十倍给你 正火焦的罗长老贺道 才十倍 太小气了 我正火焦提升二十倍 我广含月宫二十五倍 我正天书愿三十倍 我生死宗不仅出三十五倍 而且 只要楚轩你愿意加入 你就是下一任宗主 赵成主等人都疯狂了 如同在竞拍班 一个教价比一个高 就在这时候 一直保持着冷傲状态的龙婆婆 也是在脸上流露出一抹和善笑容 道 楚轩 我代表圣寿公邀请你加入 待遇什么的 老身就不多说废话了 反正不会亏待你 老身要跟你说的 只有一句 我圣寿公乃西元圣界的圣级势力 而且还是西元圣界圣级势力中的佼佼者 听到这番话 赵成主等人又无奈又气愤 气愤 是因为楚轩乃是他们北元圣界涌现出的绝世妖孽 你一个西元圣界的人跑来挖人 未免也太过分了 无奈 则是因为 龙婆婆背后的圣寿公 不仅非常强大 而且 龙婆婆自身的实力也非常强横 他们惹不起 便即死 赵成主等人的脸上涌现出一抹苦笑神色 好不容易涌现出一个绝世妖孽 只要招揽成功 就可以让自家势力得到一个强势崛起的机会 可惜 还没来得及做什么 竟然就被劫糊了 对此 他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 郁闷啊 但也怪不了别人 只能怪自己太弱 只能怪今天没有北元圣界的圣级势力在场 否则的话 就算他们的不道 也不至于让来自西元圣界的龙婆婆挖了墙角 看照成主等人的态度 似乎已经笃定 楚轩必然会选择胜受公加入 因为换做时他们 也会做出这样的选择 第4698章撒谎隐瞒 早就猜到楚兄深不可测 没想到 楚兄竟然如此逆天 罗延一脸金融 楚轩竟然如此厉害 亏我以前还觉得他是吃软饭的 这可能是我这辈子最大的污点了 罗廟一脸羞愧 我们就知道 我们的夫君 不可能只是白色及天赋 江云和江星 一脸的骄傲神色 这时候 旁边的众人 也是用羡慕和无比崇敬的目光看着楚轩 我就说嘛 楚轩这么牛 怎么可能只是最垃圾的白色天赋 真是太牛了 也就是在这时候 刚才还对楚轩肆无忌惮叫嚣的魔剑渊等人 脸色都发白了 甚至连袁金宗宗主等人都是一脸惶恐神色 之前 他们误以为楚轩是最垃圾的白色天赋 各种挑衅 毫不掩饰地流露出敌意与杀意 然而谁知道 人家楚轩根本不是最垃圾的天赋 而是足以轰动整个北渊圣界的 真正的最顶级爵士妖孽天赋 这 不仅狠狠打了他们的脸 而且 还会给他们带来莫大的危机 他们毫不怀疑 只要楚轩一句话就能让赵城主等人对付他们 这可是未来的道圣境大能 谁不想卖一个人情 楚轩一句话就能给他们 给他们的势力带来灭顶之灾 试问他们怎么能不恐惧 如果我无需隐藏鸿蒙原力 也及时三物出了本源道 今天 或许我就要辉煌腾达了 可惜啊可惜 在所有人都用艳羡目光看着楚轩的时候 他却是一脸的漠然表情 甚至还在心中轻叹 当心中的声音落下之后 楚轩抬头看向龙婆婆等人 不卑不亢地道 多谢各位前辈的厚爱 只是 楚某还有两项检测没有完成 可否让楚某先完成检测 好 龙婆婆等人从善如流地点头 楚轩走到最后两根石柱面前 二话不说 左右双手同时拍了上去 嗡 两根石柱轻轻一颤 然后 便没有然后了 归于极境 丝毫动静都没有 看到这一幕 众人脸上的神情微微一宁 这又怎么了 怎么这两根石柱会半点反应都没有 虽然众人心头疑惑连连 但却没有一个开口 就那么眼巴巴地看着 毕竟 已经有前驹之劲了 哪怕是魔剑云等人 这时候 也不敢胡乱开口了 可是等啊等 足足等了十几席时间 等到楚轩的双手都从石柱表面收回了 还是没有半点动静 见到众人的神情 原本有些郁闷的楚轩 心头忍不住失笑 他根本就没朝着石柱中输入原力 而且自己也没三五出任何本源道 这两根石柱怎么会有反应 若有反应 那才有鬼了呢 等了半天 丝毫动静都没有等到 众人终于逐渐接受的现实 楚轩的原力只怕非常低级 连入品都达不到 而且 楚轩在本源道悟性方面 也是非常的差劲 要不然的话 两根石柱不可能没有丝毫反应 虽然事实就摆在眼前 但还是让人难以置信 毕竟 楚轩可是拥有酒色 其出这等爵士妖孽天赋的 怎么可能拥有的原力 连入品都做不到 本源道悟性也那么差劲 刷 这时候一道破空声响起 却是龙婆婆突然掠到了楚轩旁边 目光死死地盯着楚轩 楚轩抱拳道 前辈 有何指教 龙婆婆问道 楚轩 你这是怎么回事 为何检测不出原力品质 为何没有本源道悟性 尤其是本源道悟性 你都已经修炼到大圣境巅峰 按理说 就算没有三物到此境界 所能三物的极限五成火后 最起码也该有三四成才对 楚轩一直没有动用过原力 所以很多人都看不出 他的修为到底是什么境界 但龙婆婆来头不小 眼力毒辣 一眼就看出 楚轩乃大圣境巅峰的存在 楚轩早就想好了说死 道 晚辈并非是原力品质 达不到入品的要求 而是 晚辈没有原力 至于本源道 晚辈未曾三物 故而 最后两项检测 晚辈才会什么成绩都没有 众人一听 满脸不可思议的神色 没有原力 没有三物本源道 你是怎么修炼到大圣境巅峰的 不只是别人 连龙婆婆和赵成主等人 都是一脸惊恶的看着楚轩 不等龙婆婆再度询问 楚轩主动说道 或许是因为晚辈的圣体有些特殊吧 具体什么原因 晚辈也不知道 因为没有原力 晚辈只修炼圣体 同样 因为没有原力 晚辈也没有去三物本源道 因为本源道最大的效果 就是增幅原力 没有原力 也就无需三物本源道了 其实 楚轩是能够三物本源道的 只是因为他一直都在忙着转化鸿蒙原力 故而没有去三物 但 现在他已经撒谎 自己没有原力 那就不能这么说了 所有圣元生灵的本源道 都是根据自身的原力来三物出相对应的本源道 他连原力都没有 怎么三物本源道 若是这么说的话 谎言很容易就被揭穿的 怪不得楚轩在原界中 始终都没有动用过原力 我一直都以为他是太强了 没有对手有资格让他使用原力 只用圣体对付就可以了 没想到 却是因为他没有原力 听完楚轩的话 众人心头的一个疑惑被解开 面露恍然神色 让人不能拥有原力的圣体 这是什么特殊圣体 老生可从未听过 楚轩可否让老生为你检查一下圣体 龙婆婆说道 听起来虽然是询问 但语气中 却充满着一种不容拒绝的味道 圣体 对于任何一个圣元生灵都非常重要 绝对不能让人随便去检测 万一让人看出缺陷破绽 那将会是致命的 而且 被人一寸寸检测圣体 就等于是把你扒了个精光去看 这可是莫大的侮辱 如果楚轩在后两项检测出 也得到不俗的成绩 龙婆婆断然不会有这种无理过分的要求 奈何 楚轩空有一身绝世妖孽的天赋 但却没有原力 也不能三物本源道 那一身绝世妖孽天赋 就只是花架子罢了 看着惊人 实际上并无用处 故而 龙婆婆才有了这样的态度 第4699张开了个玩笑 楚轩眉头一皱 沈圣道既然前辈想要检查 那就来吧 没办法 实力没人强 只能选择忍让 但 惊天之事 她会记下的 楚轩的话音刚落下 龙婆婆便毫不客气 直接一巴掌拍向了楚轩的额头 面对这一掌 楚轩本能的想要躲闪 但却发现 龙婆婆这一掌 看似简单 但却封天所地 让她无处可躲 龙婆婆 不仅也是涅槃圣境级别的强者 而且 比照城主更加强大 一股充斥着玄妙气息的原力 从龙婆婆的掌心汹涌而出 冲入到楚轩的体内 也就是在这前一秒 楚轩心念一动 暗中催动鸿蒙道体 顿时 她体内的每一寸血肉 都仿佛化作了黑洞般 将四肢百骸中的能量给吞了进去 千分之一刹那 楚轩的四肢百骸 就变得空荡荡了 一丝一毫的能量都没有 楚轩不是不能动用能量 只是因为在没有完成转化前 动用能量会对转化带来一定影响 控制能量还是能够做到的 而且 她这种隐藏办法 就算龙婆婆乃是强大的涅槃圣境强者 也无法检测出来什么端倪 嗯 就在完成能量隐藏的瞬间 楚轩突然心头一跳 却是她发现 自己将所有能量都纳入圣体血肉中的时候 她的圣体似乎能绽放出更强的威能了 呵 还得谢谢这老御婆 让我发现了一个可以加强鸿蒙道体威能的好办法 楚轩心头冷笑 这时候 龙婆婆收回了自己的手掌 楚轩已经将所有能量都引入鸿蒙道体的血肉中 她的检测自然毫无收获 她神色复杂地看了一眼楚轩 道楚轩 你的圣体老身虽然没有见过 但是通过检查却也能够知道 你的圣体非常强大 足以在圣体榜中名列前一千 若是按照正常情况来发展 你有九色其出的绝世妖孽天赋 还有如此强大的圣体 将来你若成就道圣境大能 一定会是一名顶尖道圣境大能 可惜 你可知道 命运与你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 你不该拥有这个圣体的 楚轩一副虚心求教的模样 道 前辈 此话怎讲 龙婆婆叹息一声 道 你应该知道 本圆道是根据修炼者自身的原力来三悟的 你没有原力 也就代表你无法三悟出本圆道 而想要从大圣境巅峰突破到至圣境 最基本的条件 就是三悟出六成火候的本圆道 若你没有这个修炼不出原力的古怪圣体 凭借你的天赋 哪怕你另外两项天赋弱一点 还是有很大机会成就到圣境大能的 但是现在 你别说到圣境大能了 你连至圣境都没有希望 话也不能说得这么绝对 顿了顿 龙婆婆继续道 除非有人愿意用庞大的资源栽培你 助你强行冲破桎梏 但是那样的消耗太大了 帮你冲破道至圣境的消耗 足以让旁人修炼到涅槃圣境 想要助你冲击到更高的境界 消耗的资源就更加恐怖了 说不定助你强行冲破道涅槃圣境的资源消耗 都足够培养出一名寻常的道圣境大能了 拿培养出道圣境大能的资源 来培养你道涅槃圣境 而且还是一个没有原力 没有本源道的涅槃圣境 这样的浪费 别说圣极势力了 就算道极势力都舍不得 你已经没有未来了 话音落下 龙婆婆懒得再多看楚轩一眼 干脆利落地转身离开 难道楚轩这辈子只能止步大圣境巅峰吗 拥有那么逆天的天赋 却只能停留在大圣境巅峰 那位龙婆婆说的没错 命运与楚轩开了一个莫大的玩笑啊 旁观的众人 听完龙婆婆的话后 都忍不住扼腕叹息 一个既然轰动整个北渊圣界的超级星星 还未升起就这么熄灭了 在旁人议论纷纷的时候 之前以吃热眼神看向楚轩的赵成竹等人 这时候的神情变得无比冷淡 楚轩在他们眼中 完全变成了路人 好像方才开出惊人架码 来招揽楚轩的并非是他们一样 一个个不再关注楚轩 可变脸还真快啊 虽然楚轩早就预料到会有这种事情发生 但是当真的出现之后 还是忍不住撇了撇嘴 哈哈哈哈 就在这时候 一阵狂笑声响起 却是之前背下的惶恐无比 脸色发白的魔剑渊等人 再度叫嚣起来 今日之事 可真是一波三折啊 但是 就算再怎么波折 最终还是没改变你楚轩 只是一个垃圾废物的事实 话音落下 魔剑渊等人 元金宗宗主等人 都是再度毫无掩饰的 对楚轩流露出强烈无比的猙獰杀意 虽然楚轩现在很强 但其终生只能止步在大圣境巅峰 而魔剑渊等人 却有很大的把握成就至圣境 只要他们成就至圣境 对付只有大圣境巅峰的楚轩 那就是易如反掌 当然 就算他们没有突破到至圣境 也能对付楚轩 区区大圣境巅峰 在他们背后的势力面前 可还不够看 都闭嘴 就在这时候 一阵愤怒冰冷的娇喝声突然响起 正是江云和江心 翘脸冷若寒霜的开口了 魔剑渊等人 眼神冰冷地忘了过去 道 你们的夫君 只不过是一个废物罢了 你们两个贱人 还敢如此嚣张 正是不知死活 虽然我们的夫君 终生只能止步大圣境巅峰 但 夫君还有我们两姐妹 胆敢如此侮辱我们的夫君 我们绝对不会饶恕你们的 江云和江心 脸上的寒霜更浓 一字一句地道 两女知道楚轩是在故意撒谎 也知道楚轩为什么撒谎 但 不管楚轩是不是撒谎 他们都绝对不允许有人这么侮辱自己的夫君 魔剑渊等人听到这番话之后 却仿佛听到莫大的笑话 哈哈大笑地讥讽道 不会饶恕我们 区区两个四平大圣境而已 你们凭什么不饶恕我们 凭什么 我们现在就告诉你们 凭什么 江云和江心翘脸上的寒霜更加浓郁 冷冷地回应了一句后 便迈步朝着三根石柱走去 雪白的柔宜 快若闪电般地接连拍了一掌上去 嗡嗡嗡 三根石柱猛然剧烈地战斗起来 下一刻 天赋检测柱之上八颗宝石接连亮起 绽放出药木无比的八色光滑 八色起初 然而 事情到这里 可还没结束 第四千七百张圣女之位 嗡嗡 当两女检测出的八色天赋光滑 弥漫全场的时候 检测原力品质的那根石柱 还有检测本源到悟性的那根石柱 也都是不甘示弱的绽放出光滑 虽然没有八色天赋光滑那么夺目 但也极其地璀璨 这是超品品质的原力 这两个女子似乎并未修炼什么强大的圣觉 若是修炼了足够强大的圣觉 原力品质估计能达到圣品品质 甚至触摸到到品品质 还有 这两个女子的本源到悟性 也达到了圣品级别 而且是颇为上等的圣品级别 已经转身离开的龙婆婆 感应到江云和江星检测出的成绩后 猛然停下脚步转过身来 看着沐浴在那灿烂光滑中的两女 忍不住发出一声惊呼 虽然 表面上原力品质和本源到悟性 最高级别只是超品罢了 但实际上 在超品之上 还有圣品和盗品两个更加强大的级别 只不过 这两个级别太过罕见 显为人知 所以就没有怎么流传 让众人误以为 原力品质和本源到悟性 最高级别只有超品 惊呼声落下后 龙婆婆的脸上流露出 难以置信的震撼表情 这个百红玉到底是怎么回事 先是出了一个天赋 害人至极的楚轩 现在 又蹦出这样的两个女子 虽然 他们的天赋上面 逊色楚轩一个级别 但 八色其出的天赋 也是极其罕见了 而且 人家可不像楚轩那样 不能修炼原力 此两女的原力品质和本源到悟性 都是上上之选 楚轩只是一个被命运开了天大玩笑的可怜虫 这两位 可是真真正正的天之娇女 像这样出色优秀的天才 就算是圣兽公所在的超品玉 历史上都未曾出现过一个 区区一个上品玉级别的百红玉而已 竟然一下子出现了两个 所以 饶式龙婆婆这等强者 也忍不住为之震害 就在所有人都以为这场让人惊骇万分的检测 就要到此结束的时候 一变再起 哗啦 江云和江星交期的体表 陡然有圣洁又霸裂无皮的白色火焰燃烧而起 去空都被白色火焰引燃 眨眼间 笼罩方圆万丈 化作了一片白色火海 熊熊燃烧 白色火焰之光滔天 历历 就在这时候 白色火海中传出两道高昂清脆的鸣叫声 两只尊贵 神圣无比的白色火焰凤凰诞生在其中 震动凤士 环绕着江云和江星深周飞舞着 这是 特殊圣体 在场众人瞬间认出这是怎么回事 瞳孔一鸣 这是凤凰一末的圣体 而且 还是颇为高级的凤凰一末的圣体 看到这一幕 龙婆婆震撼的老脸上 又涌现出一抹狂喜神色 我圣兽宫之所以名为圣兽宫 便是因为 我宫修行的圣觉最为契合拥有这种类型的特殊圣体 而且也极为擅长培养这种类型的特殊圣体 这两个女子 不仅天赋惊人 而且还拥有着上上之选的原力品质和本源道物性 若是带回我圣兽宫栽培 将来我圣兽宫绝对会涌现出两位一流的道圣境大能 这两个女子 是我圣兽宫的 谁都不能抢 念头落下 龙婆婆的两眼中 涌现出一抹志在必得的光芒 若能把江云和江星带回圣兽宫 那可是天大的功劳 不过 还不等龙婆婆开口 照城主等人便迫不及待地开口道 两位姑娘 可有兴趣加入新集城 正火教广寒月宫 只要你们愿意 之前允末给楚宣的条件 我们可以全部都给你们 而且还可以让你们的夫君楚宣也加入 给予优厚的待遇 这几个家伙 把之前用在楚宣身上的热情 这时候全部用在了江云和江星的身上 然而对此 江云和江星不仅没有半分高兴 反而是觉得恶心无比 之前 这些家伙觉得夫君天赋逆天 便是拼了命的招揽 然而 当夫君未装成没有未来的废人后 翻脸比翻书都快 现在 见到自己两人拥有惊人天赋 嘴脸又换了回来 尾时叫人厌恶 故而 两女翘脸冰朗 没有给予丝毫回应 这时候 龙婆婆开口道 江云和江星是吧 你们可愿意加入我圣寿宫 只要你们愿意加入 老身有绝对的把握 让你们出任我圣寿宫的圣女 赵成竹等人一听 脸上顿时浮现出一抹震惊神色 连圣女的位置都隐没出来了 这龙婆婆真是好大的手笔 而且 也展现出她对江云和江星是在必得的态度 以龙婆婆的实力和身份地位 都已经拿出这等态度 他们这些人就算开出的条件在优厚 江云和江星也是绝对不会选择的 想到这里 正火教等九星势力 都用埋怨的目光看向照成主 你说你没事请这个老婆子来干什么 好不容易出现了惊人的天才 却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被对方夺走 感受到众人的目光 赵成主心头也是郁闷无比 当然 也少不了后悔 江云和江星看了一眼龙婆婆 而后 声音冰冷地道 抱歉 我们对成为圣寿宫的宫女没有丝毫兴趣 虽然两女对于赵成主等人很是厌恶 但 最为厌恶的 还是这位龙婆婆 之前 就是这个老玉婆霸道的要检查自己夫君的圣体 给自己的夫君带来了侮辱 若非两女实力不够 绝对早已经动手教训这个老玉婆了 竟然拒绝了 难道他们两姐妹不知道成为圣寿宫的圣女意味着什么吗 江云和江星冰冷的声音 落到照成主等人的耳畔 却如同晴天霹雳炸裂般 震得他们面露惊蓉 不可思议地看着江云和江星 龙婆婆倒也不傻 看得出来江云和江星之所以那么冷漠的拒绝 一来肯定是因为自己之前对待楚轩的态度 二来 也如照成主等人所想那样 江云和江星并不知道 圣女之位对于圣级势力意味着什么 想到这里 龙婆婆心中有些后悔 早知道那楚轩的两位妻子 也是那么的精彩绝艳 就算那楚轩是一个被命运开了玩笑的可怜虫 她也不会态度那么急转直下 中文字幕提供 中文字幕提供